第417集 你自信可以离开这儿吗 楚凌空神色平静 眸子有些凌厉了 动得一声 突然 孔雀王真传大弟子孔腾出手了 一掌拍出 打得整座大殿都一阵摇动 他挡在了门前 拦住段德的去路 同一时间 楚凌空姬元清等人一出手 隔断了无良道士的前路 让他无法逃离 段道长怎么不告二别呢 这十几个人都很平静 成名多年 每一个人城府都很深 更是很警觉 段德想跑跑不了 这十几个人都是上一代的奇才联手的话 几乎可以力拼大能 足以斩灭一些大教的教主 段德一脸的苦涩 念了一声道号 贫道 只是想出去透透气而已 无量天尊 他不敢强闯了 眼下他的处境很不妙 前有十几位奇才祖路 后有妖族公主 持极道兵器威慑 让他浑身都不自在 哄的一声 剧烈大震动 整座光明神殿都差点翻过个个来 也不知道这种力道有多么的大 就连大殿中央的混沌石都一阵摇动 立场都有些不稳定 受到了强大的波及 这是 所有人都变色 非常的吃惊 段德一缩脖子 诸位快逃吧 再晚就来不及了 后面有三口大棺材 肯定是有什么东西破棺出来了 他一边说着 一边想向外溜 段道长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待着吧 姬元清冷声说道 孔腾与楚林空一目光如蝶 十几人全都露出杀气 随时准备对他出手 我这是为你们好 真的 贫道可对天起事 那三口棺材不是我们能够动的 短德指天化地 你放心 是各大圣地的太上长老在出手 楚林空冷漠的答道 你们可真感动啊 那时候是三才绝观 有人想以师正地 比是无比恐怖的人物 短德的脸有些发虑 活着都成不了地 死后还挣什么地 他不会比各大圣主强 武师来了就足以镇压他 孔腾默然道 断德神色变了又变 孔雀王辟逆难遇 各大圣主都奈何不了他的确有 绝顶战利 哄的一声 剧烈的能量冲击 整座大地寝宫差点被先飞 如果是其他建筑物早已成为了飞灰 但这是武士大地的居所 沾染了他的气息 刻有大地纹路 纵然是大能再出手 也根本摧毁不了此地 一声大吼传来 山河震动 地下一座阴山 直接崩裂了 整片地下世界 猛烈摇动 像是发生了最可怕的大地震 又是一声大吼 山摇地动 大殿中一些实力稍弱的修饰 竟然直接崩碎了 这是 幸存的人吓得脸色惨白 无不变色 纵然是孔腾 姬元清 楚林空 段德等人 一变色 这明显是有大能出手 那等境界的人物 实力不可想象 可以直接吼碎和山 孔腾神色正重 是武士在出手 叶凡叶听出来了 是孔雀王的声音 在独占一个不是强者 即元清楚林空 神色变了又变 孔雀王神威难测 八百年前 横扫南域震慑一方 所向披靡 先后与摇光圣主 姬家圣主大战 平生未尝一败 他的神勇世间少有 姬家对其印象最深刻 一年多前 在南域时 孔雀王一声大吼 将姬家很多民宿 活活震死 更是一巴掌 拍死他们的 太上长老 快 将门闭上 不然的话 这里剩不下几人 都会被武士 活活震死 孔腾开口 他倒也不是为 诸圣帝着想 因为这里也有一些 妖族修士 以及十三大寇的人 十几人出手 将光明神殿的门封住 与外界隔绝了 而此时 孔雀王打出了真火 神力滔天远远地 波及到了这片地域 吼洞河山 哄的一声 前方 那曾被闯过的 五座殿羽 竟然一下子 被他吼得崩碎了 成为了一片废墟 他与一名强者横空而过 在地下世界的空中 鸡斗不止 叶帆曾经见到过 孔雀王 那是一个看起来 只有十六七岁的少年 非常的清秀 想不到 真正的大战起来 永利无边 黑黄催促 小子 别炼化那三人了 我们赶紧走吧 这个孔雀王 有点吓人 叶帆点头 反正已将金翅小鹏王 妖光圣子 妖西封印了 能不能烈化 已经无所谓了 突然 彭小长空 让整片地下世界 都一片压抑 让人灵魂都在颤抖 很多人变色 老鹏王险身了 果然恐怖 叶帆更是一阵 那可是金翅小鹏王的老祖 妖祖的巨步 战力逃天 拥有东荒最快的速度 各大圣主都对他头疼无比 孔腾开口 小子 将金翅小鹏王放出来吧 楚陵空也 漠然开口 将圣子与圣女放出 我真不知道你如何逃走 吉原青摇头 叶帆并不惊慌 诸圣帝都有人在此 当着你们所有人的面 我再说一遍 一年内不要饶我 不然 我收走的这三个人都将死于非命 笑话 你以为你是谁啊 能够跟我们谈条件吗 有人赤道 这些人虽有涵养 但是被一个道工秘境的小修士 屡次这样的讲条件 顿时沉下了脸 旁边 那些道工两三重天的弟子 更是嘲讽 死到临头了还大言不惭 真以为自己是大能吗 叶帆笑了还是无所谓 圣帝了不起吗 鸡家雨摇光我会一一拜访的 到时候会光明正大的 借你们的古经一官 这是非常大逆不道的话 借圣帝古经一官说的容易 除去古之大帝 有这种气魄与能力 别人谁可以做到呢 除非可以攻险这座圣帝 不然的话怎能如此 这也是赤裸裸的宣战 无论叶帆过去怎样 但自今日起 他的名字都将传遍各大教派 将第一次被人熟知 真不知天高地厚 皇谷废体你有什么资本 根本没有将来可言 也敢如此大言不惭 那十几位奇才 以及诸多圣子与圣女 没有说什么 但是那些年轻的弟子 却忍受不了 纷纷的这样斥责 那咱们将来见 我这个废体 会一一领教诸位的绝学 叶帆站在混沌石上 扫射所有人 刷的一声光芒一闪 混沌石上多了一座悬浴台 叶帆迈步而上 不好 拦住他 到了这一刻 众人才醒悟 对方居然可以刻移动的空间平台 让他们震惊 刷的一声光芒一闪 叶帆消失在原地 就这一刻 短得如鬼魅一般冲了过去 也想借玄宇台横堵许空 可是就在这一刻 玄宇台突然崩碎 将短得一下子轰飞了出来 胡良他骂个天尊 是一次性的病态 短得气得牙根都痒痒 后方 十几人将他包围 全都神色不善 意外让叶帆断走了 没有人脸上有光 诸位 我们一起来 研究这张骨卷 一起来 别客气 不用这么紧张 短得的笑容 比哭还难看 千里之外 光芒一闪 万物木器筑成的顶 冲出虚空 叶帆与黑黄 从顶内 显化出身形 快 继续刻画道文 这一次要远离万里才行 那个老鹏王有天下急速 千里之遥对于他来说 根本算不了什么 黑黄也没有耽搁 快速的行动起来 很快的刻印完毕 接着他们再次的穿越虚空 一下子远离上万里 连续横渡虚空多次 彻底远离利州 相隔了足足有二十几个绿州后 叶帆才长出了一口气 他知道摆脱了危险 就在当日 消息像是长了翅膀 传遍周边地狱 一个名为叶帆的修士将 摇光圣子 金翅小鹏王 摇西 镇压 震动了数十周 仅仅过去数日 叶帆的名字 惊动数百绿州 传遍半个北域 很多人知晓 一个名为叶帆的修士 要镇压三位 天交一年 叶帆是谁啊 以前有传闻 但绝大多数教派都不知 可是从此之后呢 北域大半人 都将不再陌生 金翅小鹏王 摇光圣子 那是有望走上大地之路的人 是东荒年轻一代 难逢抗守的人物 是将来的东荒王 可是 他们却被一个 默默无名的小修士镇压了 毫无疑问 消息将越传越广 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知晓 从此天下无人不识君 这并非夸张 叶帆将摇西金翅小鹏王 摇光圣子镇压 并收走 将使他的名字 传遍各大教派 你们可听说一个名为 叶帆的少年 将妖族年轻一代的 绝顶强者金翅小鹏王 镇压了 确实听到了这样的消息 是真的吗 据说那个少年 只是一个 十五六岁的小修士而已 怎么可能 将开与神王体 争锋的 天鹏族王者镇压呢 你的消息太落后了 现在已经在北域传风了 这绝对是真的 五星殿的人 七眼所见 这是一个 茶馆内的议论声 而像这样的消息 正在飞快地 传播与蔓延 传遍了大半个北域 而在不远处的 赌石坊中 一群还有实力的修士 也在谈论这个话题 太疯狂了 原来不仅仅是 金翅小鹏王被镇压 姚光的圣子与圣女 也同时被收走了 真是快将天痛破了 不会吧 你确信这则消息是真的 堂堂姚光圣帝 年轻一代两大代表人物 都被人给镇压了 这也太过天方夜谭了 绝对不会错 换灭宫的人 经历了现场的一切 他们的弟子 还被那个名为 叶凡的小修士 斩杀了几人呢 是他们七眼所见 这也太惊人了吧 这个叶凡是什么来历 将姚光圣子都镇压了 要知道 各大教派都有传言 姚光圣子同代难逢抗守 这么一下子就被人给收走了 真是不可思议啊 那个叶凡什么来头啊 难道真的有通天彻地 只能不成 一举拿下三位天交 真是 惊是害俗啊 赌石坊中人们议论纷纷 许多人都有些难以相信 感觉太虚幻了 姚光圣子 在人族年轻一代 有着极高的评价 许多民俗都不是他的对手了 其他圣弟都非常忌惮 认为这个未来的姚光圣子 恐怕会有不可想象的成就 然而 他却被人翻手压制了 这如何不让人震动呢 金智小鹏王 姚光圣子几乎代表了 妖族与人族未来的两位绝代王者 而如今 却被同一个人镇压了 那个夜房到底是何许人也 有什么来历 出身在哪个门派 为什么有这种手段 将三位奇才反手压制 居家曾经通缉过他 前段时间 一些城市有他的画像 我还曾经扫了两眼呢 据说 不过介于轮海与道宫秘境间而已 想不到到头来 他闹出这么大的风波 他一个毫无根基的小修士 能够从东方的南宇横渡虚空来到北宇 真不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 料想 是从某一圣地偷渡过来 让人惊讶呀 从茶楼到酒馆 从一座城池到另一座城池 从一个绿洲到另一个绿洲 消息传得很快 大半个月后 诸多大教都知晓了这一事 而关于叶凡的一切 也渐渐的清晰明了 直到这时 人们才惊讶的发现 他竟是荒谷废体 他有这种体质 居然也取得了不凡的成交 让人惊讶呀 难道荒谷圣体 将重现昔日的无上风采了不成 不可能 他并没有突破道宫秘境 没有打破诅咒 除非有一天 他真正进入四级秘境 或许会有转机 道宫秘境的小修士 他竟将三位奇才镇压了 他拥有玄黄圆根 这真是让人瞠目结舌 这是上天在遇事 环顾圣体的希望出现了吗 叶凡 拥有万物母气筑成的顶 这则最为关键性的消息 牵动了很多人的神经 许多人都想寻到他 尤其是诸圣地 对于圣物的渴望就更甚了 因为并不是每个圣地都出过大地 拥有几道武器 自古至今大地没有几人 但并不是说只有大地才能开创圣地 不是大地开创的圣地同样恐怖 因为他们的基点非常的厚与沉 他们有的施法自然 摩刻下了大道的印记 有的得到过无名的传承 拥有深不可测的抵御 还有的出现过一代又一代的圣贤 通过漫长的积累 开创出了无上经文 没有一个圣地不名副其实 全都极其强大 甚至超乎人们的想象 所欠缺的只是差了一件极道武器 毕竟大地都早已不存在了 唯有留下的极道武器 才是最强大的东西 没有出现过大地的圣地 自然更想得到圣武 最新消息 妖光圣地与基甲 开出了天价悬赏 但凡能够提供线索者 便可领三方圆 真是大手笔啊 能够提供叶凡的线索 便可得到万级圆 财不动人心 北域必将沸腾 这还不是最大的消息呢 更大的悬赏在后面 如果能够确切提供叶姓少年 在河地将有三十方圆可领 三十方圆 整整十万斤呢 这可是逆天之价呀 这些消息一传出 北域震动 很多人都行动了起来 想要寻到叶凡的下落 很明显 这个价值不是叶凡的价值 而是因为万物母气 原根的存在 自然有不少人在冷笑 圣物无价 纵然是百万金元 也根本不够看 但凡有底蕴的大势力 若是得到了 根本不会换 诸多修士都行动了起来 很多人自知 纵然得到圣物 也保不住 不若去其他圣地要价 肯定会比 鸡家与摇光 开出的价格高 董皇的乃语 太玄捉风 草木枯萎 一派凋零景象 自从叶凡从这里离去 烧死鸡家太上长老后 太玄捉风 遭受了很大的压力 连太玄长教 都不得不出面 命其他弟子 回归原来的主风 捉风 刚现出兴亡之态 便又荒凉了 如今 这里薅草丛生 枯木淋漓 黄叶纷飞 整座捉风 只有李若鱼一个人 他静静地盘坐在废墟间 你真是带出来个好徒弟啊 让圣地都不得安宁 太玄长教 降落在捉风上 他得到了北狱的消息 他并不是我的徒弟 不过要是能有这样一位弟子 也值了 纵然捉风凋零 有这样一人 将来也足以发扬光的 你倒是看得开 可太玄的压力 却又大了不少 太玄长教背负双手望向云端 谁都希望有个可以明懂天下的徒弟 纵然死去也可含笑九泉 但是要有个度 不然的话将来是大祸 同样是太玄教 兴风所在的丛风 一个兰衣男子风神如玉 出尘若仙 轻拨琴弦弹奏出优美的乐章 周围 许多花蕾随琴音而绽放 白鸟因琴音而飞来朝拜 翩然起舞 一曲琴声了 她抬起头来 向对面一个白衣如雪的美丽女子望去 小曼师妹 你们的家乡到底是怎样一个地方 我想听听 顺便说说那个叶凡的事情 北玉 鸡家的一处公园内 鸡子月磨动亮晶晶的小虎牙 呕了一段气 暗中嘀咕道 原来那个小道士是他 而后他皱了皱穷鼻 拖住鸡浩月的一条手臂 还好没有将哥哥扔进炉子中 早晚我会抓住他 鸡浩月 神月遮体隆起盘绕 神王气域已经出现 北玉盛城 这是一座宏伟的巨城 战地也不知道有多少里 从有记载以来 此城便从未改之过 也不知道存在多少岁月了 北玉第一古城 第一神城 都是它的名字 传说在那遥远的过去 它是悬在空中的 这里有北原的大能 有中州的皇族 常年住在此地 此刻连城中的一些绝顶人物 都知晓了叶凡的名字 老鹏王 我看你再怎么趾高气昂 每次见我下巴都快扬到天上去了 你有一个天宗之姿的后代 但也不能这样 放言我十八个嫡孙 也打不过你一个后人 结果怎样 牛皮吹大了吧 走什么大地之路 还不是让人翻手就给镇压了 可惜 老鹏王正在满世界地寻找他的后人 不然的话 又可以欣赏你们两个的京市大战了 中州的一辈老辈皇族人物 黑黑地笑道 此时 如果说谁在肝火大动 老鹏王还不能为罪 遥光圣地的人最甚 堂堂圣地 未来的两大表率人物 就这样让人拿个炉子给装走了 一个都没留下 遥光圣子有大地之志 明懂诸圣地 他的表现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 但是 如今让人拎个破炉子给收走了 这实在是让他们无光 叶凡的话语 早已传遍了各大叫 日后将灯门拜访 遥光与鸡甲 这让诸圣地都跟着无光 这是一个小修士 向不朽的传承 发出的宣战之音 大半个月来 风云涌动 北域难以平静 可是却没有一个人 能够寻到叶凡 此刻 他并没有危机感 摇身一扁 成为了一个翩翩少年 长出墨于赌石方间 很是自在 叶凡吃离火山炉 威胁里面的三人 金翅小鹏王 妖光圣子 姚夕 你们都安静一点吧 将官惹急了 把你们扔进 太出骨矿里去 不过 金翅小鹏王 是何等的新一性 妖光圣子 与姚夕 又怎么可能屈服呢 身在铜炉中 每日都在冲击 想打破风衣 我现在留着你们还有用 别让我出此下策 当心我将这炉子 镇压坑中一万年 叶凡此话一出 连淡然的摇光圣子 都差点骂人 姚夕更是气得花容湿色 但是效果是明显的 老气如金翅小鹏王 都没脾气了 丽州九密 出自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 叶凡仔细观察这张棉波 按照上面所记 非常遥远 已经靠近东荒的中部地域了 圣牙 这是一个古老的名字 被标注在这张棉波上 正是运有九密之地 叶凡觉得这个名字 有点特别忍不住问大黑狗 黑黄 你听说过圣牙吗 大黑狗心头顿时一跳 你怎么知道这个名字 我将古卷丢给断得了 将这张棉波留了下来 上面提到九密藏在那里 叶凡怼黑黄并没有隐瞒 这个地方很不一般 有一位大帝去过那里 面对古牙心有所感 曾在那里平掉 黑黄如此说道 叶凡得更加惊异了 到底是怎样一个地方 似有传闻 那里陨落过一个大城的荒谷圣体 鲜血染红了石牙 古之大地 皆寂寞无敌 游历到古牙 多半认为那个圣体 若还活着 能值得出手吧 竟有这样的意识 叶凡摸了摸下巴 这可是一个不一般的地方 九密藏在那片区域 他必须要走上一遭 不过他眼下不想离开 棉波在手 九密跑不了 到时候 恶暗图所记就可 当今 他最需要的是提升境界 而不是迫切的寻找密法 这些日子以来 他变走数十成 不断的买石料 而后去无人之地抛开 加上以前拥有的 已经积累了外鱼金的圆 眼下 他已经突破进道工三重田了 不过他并不满足 很想晋升至道工四重田 只是难度太大了 需要十万金圆方可 这是让人晕眩的数字 光靠赌诗有点难赌 叶凡自语 或许该去盛城了 多半个月下来 利益州风波并没有平息 相反欲言欲立 当日的另一位焦点人物 段德 比起叶凡来 称得上狼狈不堪 无良道士的确是个人物 当日在那种情况下 竟也寻到了一个机会 成功的逃了出来 可是 接下来他的日子非常不好过 诸圣帝同时搜捕 十三大寇中的五道 咆哮着追杀 妖族一缠着不放 段德连逃了半个月 累得快吐血了 差点让人活剥皮 最后终于撑不住了 兜手将骨卷扔了 可纵然是这样 他也没能够好过 十三大寇中的五道 四是锁定了 他片刻不停 没日没夜的追杀 有人见到 半个月下来 段德瘦了一大圈 浑身血迹斑斑 不过唯一让人意外的是 他依然在活蹦乱跳 没有不知的迹象 叶凡有些无言 这死胖的命可真大 诸圣帝没杀了他 连无道亲自出手 还没有碾上他 根据最新的消息得知 段德被无道追杀的 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向着中州方向逃了下去 古卷被无良道士扔出后 诸圣帝的船人大打出手 让老辈人物都非常震惊 他们的战力极其惊人 我们得回实寨 需要将人转移走 估计在过一段时间 古卷之争会有结果 各大圣帝多半会坐下来相谈 那不是九密 而是一幅京式的地图 各大教若是看明白后 必有天大的波澜 不是一家能够独吞的 那个地方 一个圣帝打不下来 他不想实斋的人受到冲击 想提前将他们安置好 让他们远离紫山 如果诸圣帝大举进攻紫山 其他地方必然空虚 到时候 也许会有绝好的机会 我需要圆 叶帆充满了渴望 半个月后 叶帆与黑黄回到石寨 这里一如过去那般 并没有多大的变化 此地与富饶和美丽相差甚远 红褐色的石头围成的寨子 很是荒凉 草木很少 这仅仅是一片十几里的小绿洲 不过 这里的人们精神状态很好 挖园为生 生活倒也无忧 可去远处的绿洲 交换生活用品 石寨中的人热情的打招呼 对大黑狗的称谓 险些叫错 是 叶小兄弟回来了 还有那只 黑黄 当德西要搬离此地 很多老人都沉默了 他们世代生活在这里 突然离开 任谁都有些难以接受 不得不搬走 以后这里将不得安宁 会有一场天大的风暴 叶凡耐心地解释 最终他没有办法将张五爷请来 简要地诉说了一下紫山的情况 听闻诸圣帝要来张五爷变了颜色 祖宗让我们守在这里 难道如今要撤离了吗 黑黄探过来朔大的头颅 离开吧 你们这一族将来会有大福责的 叶凡听闻过张家的出祖 那位原天师曾有言 守在这里礼敬紫山 将来会有大福责 对于很多人来说 彻底搬离此地 是一个伤感的过程 叶凡没有着急的催促他们 因为时间还充裕 古卷即便落在圣帝手里 短时间内也很难出现什么结果 各方博弈需要不断的妥协 与重新分配利益 然而就在这时 大黑狗有了发现 他跑去紫山观看时 竟然发现了人影 有人已经来了 叶凡一惊 你确信 这未免太快了 那个人非常恐怖 我只看到了一道虚影 一闪便不见了 黑黄 紧隐约间见到 那个人身穿道袍 站在紫山之巅 瞬息间消失 吓了他一大跳 第四百二十集 叶凡心有疑惑 身穿道袍 该不会是那个死胖子来了吧 可是 他不是被追向中州方向去了吗 肯定不是那个胖子 他不可能有这么快 被我咬过的人 我会记得很清楚的 这个人相当的恐怖 本黄一眨眼 他就踪影飘然了 叶凡觉得 需要赶紧离开 这个地方不平静了 这场风波来的 比他想象的还要快 你催促他们赶紧收拾 我出去转一下 他离开了实战 前往平岩城打探消息 结果得知 圣帝并没有行动呢 古卷风波还未息 这是怎么回事啊 圣帝未来 有人却先到了 一定是决定高手 叶凡暗暗猜测 这个人 肯定已经观看过古卷 当叶凡回来时 在离实寨数十里外的地方 见到了大黑狗 你怎么在这啊 一个牛鼻子来了 进入了实寨 本黄看不透他 怕他对本黄不利 所以 你跑了出来 叶凡吃惊 他有些担心实寨的人 放心 修为到了那样的境界 肯定不会难为凡人 只是本黄不知道 他为何进了实寨 你说 这个道人 难道是在紫山之巅 见到的那个 多半就是那个牛鼻子 不然的话 同一地区 怎么可能出现 两个决定高手 大黑狗琢磨了半上 你去看看 他在做什么 叶凡想了想 改变容貌 装扮成王叔的样子 连本源气质都几尽相同 如今 即将远离此地 王叔未在实寨 正在平衍城采购 所需物资 他以王叔的样子 回到实寨中 刚一回来 就见寨中围了不少人 许多人都在议论 叶凡问道 怎么回事啊 来了一个老道 很奇怪 看中了张伍爷家中的碾子 又想中了二浪子家的末盘 正打算买下来 这老道眼里也太差了 连我都能看出 那个碾子和末盘 肯定没有缘 他居然想花高价买 真不知道怎么想的 叶凡心中顿石一跳 赶紧向前走去 人群内有一个老道人 身穿古旧的道袍 看起来有相当的年月了 都洗得有些发白 叶凡心中一动 道袍的饰样很古老 这样的服饰 与当今不太一样啊 他神色平静 但心中却是一阵惊悚 一刹那间的灵觉 让他感觉像是 在面对一头沉睡的 荒谷蛮龙 不过 灵觉一闪而始 他快速失去了那种感觉 他波澜不惊 没有任何异样 这是一个白发披肩的老道 看年岁能有六七十的样子 精神绝缩 正在认真地观看 二愣子家的石墨盘 我给你们石金元 这个墨盘我要了 老道对二愣子的父母开口 石解 周围的人全都大吃一惊 就连叶凡也有些不解 他也在认真观看这个墨盘 但是并没有觉察到异常 最终老道买下这个墨盘 当着众人的面开始抛石 石血纷飞 他很仔细 生怕切坏什么瑰宝一般 一层一层的剥露 根本没有大刀阔斧的劈砍 可是最终磨盘变成一地石血 却什么也没有切出来 老道人皱了皱眉头 站起身来 指了指不远处张五爷家门前的石碾子 这个碾子 我出二十金元 这 石寨中的人相当的震惊 五爷 这些石碾子石墨有什么来历吗 叶凡低声问张五爷 没听说有什么来历 张五爷皱眉 仔细想了很长时间 足足备备一直在用 没什么特别的 反正我看不出来里面有缘 突然张五爷神色一动 与叶凡对望一眼 他们想到了同一个可能 这些石墨石碾子 该不会是祖辈特意留下的吧 要知道 张家的祖上并非一般的人 那是一代奇人 如果是祖辈特意留下的 一顶非同寻常 凭他们的眼力 根本看不出一点特别之处来 叶凡问道 寨中这样的石器很多吗 具体没有统计过 张五爷的手指头有些颤抖 那位奇人给子孙留的东西 难道都是最普通的石堆石墨石碾子之类吗 叶凡心中一震 这个老道到底什么来头呢 一身古旧的道袍 明显不是如今这个年代的服饰 看起来非常的古老 张五爷委婉的拒绝 这个石碾子 是祖辈一直沿用至今的东西 我不打算卖掉 老道皮肤成古铜色 白发披肩 身板干巴巴的 但精气神十足 说话跟一口金钟一般 铿腔有力 贫道不占你的便宜 我给你五十金元打底 如果十年子中切出东西来 石面上值多少元 我再付你们多少元 张五爷却有些犯难了 他已经看出老道绝非常人 再拒绝的话多半会有些不妥 这 咚了一声 就在这时 地平线尽头传来一声大响 烟尘冲天 传来一股非常强烈的能量波动 紫山 镇园是九条龙脉拱位的紫山 即便相隔很远 也能够感觉到那里的地层在摇动 老道快速转身望向地平线的尽头 双眼如两颗金色的珠子 干巴巴的身体 溢出让人惊悚的气息 此刻 他不像是一个人 倒像是一个庞然大物 像是万年不出事的蛮龙 让周围的人差点瘫软在地上 唰的一声 老道一下子飞上了天空 道袍一展 差点将整片石斋卷起来 他用指头一点 整片寨子才稳定下来 叶凡头皮发麻 这个老道实力太吓人了 方才撵动刨袖 是下意识的动作而已 却有这么大的威力 老道化成一道灰色的雾碍 急冲向紫山那里 让天与都为之一阵抖动 如真龙横空而过 东荒实在是太大了 高手辈出 不一定都出在圣地中 有很多奇人 便走大则野林间 东荒无边无银 从一端飞到另一端 需要数载的时间 而如果是普通人靠脚走路 百事也走不出去一半的路程 在这片浩瀚的大地上 有神秘的大荒 绵延数百万里 有无尽的大湖 无边如阳 有远古的殿堂 永福天穷上 有太古依下的百草原 可起死回生 许多圣主晚年时 一般都会离开圣地 选择进入大荒界 遇上不是高手 或久远年代的人物 都不足为奇 实在中很多人紧张无比 紫山发生了什么呀 快收拾东西吧 随时准备撤离此地 叶凡叮嘱 他略一犹豫 腾空而起 也向紫山飞去 紫山气象不凡 微额耸立 如一把紫剑直插云霄 上面有很多的刀痕符翼 刻满了岁月的烙印 一条巨大的黑胶 长达数百丈 也不知道是它的本体 还是它刻意延展了胶区 害人至极 它绕在紫山之巅 黑色的躯体勒了很紧 像是千锤百炼 打磨而成的钢铁成城 孤在了山体上 劳不可撼动 黑色的胶身 鳞片紧密 每一片都有半米多长 乌光闪烁 充满了强大的力感 这条庞然大雾正在跋山 想以蛮力将此山脚断 打开此地 方才的动静 就是它弄出来的 这条黑胶看过古卷 寻到了这里 叶凡皱起了眉头 圣地还没有来呢 一些厉害的存在 却已先行动了起来 老道一声轻耻 声如金钟 震得虚空嗡嗡颤抖 紫山上黑胶矩阵 庞大的躯体 像是被一柄大锤狠狠地砸了几下 连连摆动 让山巅都摇了起来 老道虽然干巴巴的 但是力深在虚空中 却充满了压抑感 让人窒息 像是一条 折服沉睡的真笼 紫色的山峰上 庞大的黑胶一声低音 像是老鼠见了猫一般 身子打颤 蜷缩成一团 而后不敢坑一声 从后山飞走了 此刻 它根本不像一条 数百丈长的巨大黑胶 倒像是一条泥球 泥而不出溜地逃走了 老道话语平静 躲在暗中的人出来吧 但却是有一股威严 让人不可抗拒 三位老人出现 每一个人都气血旺盛 如一尊尊大火炉 让人感觉到了恐怖的生命波动 叶凡心惊 在各大圣地没有来临前 能够观看古卷的人 绝对都是不是高手 一个老人问道 道友是何人 他合法童言 有大道气欲 给人深不可测的感觉 名字早忘记了 你们走吧 此地不是你们能够打主意的 老道很平淡 不怒而微 虽是出家人 却让人心计 你未免太不尽人情了 此地无主 凭什么让我们走啊 开口的老人年岁很大 如大道深渊 不可揣测 老道没有多说什么 大袖一挥 狂风大作 三名鹤发老人眨眼 被抽飞 一下子消失在了远空 叶凡震惊了 这该不会是一位兽员枯竭 走入大荒劫 而后又重新出来的老圣主吧 他生出了这样的念头 子山 雄旗壮阔 如称天之主 耸立在一往无垠的赤色大地上 尽显尾姿 老道站在虚空中 背对子山灭向远处 你们也出来 难道非要我一个个的送走吗 他双眼呈淡金色 体表如铜皮 结实有力 古旧道袍飘动 无先锋道骨之姿 倒像是不朽的盖带妖王 让人悚然 吃了一声 两道金线从他眼中射出 远处的天空中 被逼出五道人影 全都狼狈不堪 显然老道无意伤人 不然这些人就危险了 其中有四名是老者 这些人的年岁太大了 牙齿几乎全都脱落 且瘦骨临循 不说皮包骨头 也差不多 头上很秃 只有脊鸠发丝 几乎全部掉光了 一夜凡心中一灵 这几个老人他都认识 在古之圣贤开辟的小世界中见到过 是青椒王的老部下 寿原将军 不想他们也来了 还有一名三十几岁的中年人 身材挺拔 见眉入闭 双眼风锐 脸如刀销 英气逼人 正是孔雀王的大弟子孔腾 敢问您是哪位前辈 几名老妖 生命将走到尽头 地位与实力堪比 圣地的太上长老 年岁久远 但是见到老道后 非常的局促与不安 老道给人的压力太大了 根本不像是一个人 倒像是一个让人生畏的无底洞 他平静开口 西年一切早已淡忘 你们都走吧 老道没有多说什么 大袖一挥 挥舞滔天 苍穹都被遮蔽了 轰隆一声 所有人都被卷飞 消失在天际 在诸人当中 唯有孔腾一人不是被抽飞的 他身上混沌光滑闪耀 自己快速的冲向远方 老道有些惊讶 混沌神光 探出一只大手 向虚空抓去 嗡的一声 天语一阵抖动 早已冲向远方的孔腾 一下子被拘禁了回来 他顿时贬色 老道 你是何意 他不仅继承了 孔雀王的玄法 连傲骨也有几分相似 并没有恐惧 反而出手相扛 动的一声 孔腾一翻手 一方黑乎乎的 大印出现 射出万道祥锐 打向不远处的牢道 混沌石 叶凡心中一跳 这不是大地寝宫中的那块黑石吗 不想 紧落在了孔雀王师徒的手中 这方黑色的大印 使一出现 便令此地压力陡增 让人窒息 他快速变大 挤满了天空 黑压压无边 出现了不可思议的立场 禁锢了虚空 哄的一声 祥锐垂落 像是九天银河道挂压的 让人喘不过气来 极其沉重 纵使强大的修饰 身处当中 恐怕也会粉身碎骨 可是 老道却不受影响 宜然不惧 自语道 这是从混沌石中提炼出的一缕 鲜甜杀气 叮的一声 他用手指轻轻一点 黑色的大印一下子被钉住了 且快速变小 他用手一抓 瞬间出现在掌心中 砰的一声 黑色的石印粉碎 化成一团混沌器 缭绕在老道的张纸间 突然一声长小传出 在混沌器中 生出一缕森然沙迹 一只五彩孔雀浮现 发出赤裂的光芒 想要粉碎那只手掌 老道露出异色 张纸闪烁光芒 定住了五彩孔雀 妖帝 是你 你是赤龙大哥 五彩孔雀是孔雀王的一缕神念 入主在混沌器中 以做必要时帮弟子一把 远处 叶凡心中一震 这个老道是孔雀王的结拜大哥 果然是大有来头 是我 再次出事 不想刚来北域就碰到了你 老道点了点头 松手放开了混沌器 与五彩孔雀 旁边孔藤发呆 师尊的大哥 那是何等人物 孔雀王问道 赤龙大哥 你去了哪里 一千五百年前 怎么突然消失了 我以为你陨落了呢 也烦心惊 这是何等人物 一下子消失了一千五百年 据传 孔雀王已修行两千多年 这个老道恐怕 有将近三千年的道行了 老道感叹 一言难尽啊 我被困在了圣牙 差点死在那儿 一困就是一千五百年呢 五彩孔雀露出亚色 圣牙 传说中那座被大城的 荒谷圣体血液染成黑红色的牙壁 大城的荒谷圣体血液 我没有寻到 到时 误闯入了一位 大地客下的镇文州 差点被活活的炼死 我看 赤龙大哥如今功力更深了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一千五百年的苦作 终是有所悟 比以前多少强了一些 我就在想 这个世上想要无声无息 斩杀我们兄弟的人 还没有出生呢 赤龙大哥怎么可能会陨落呢 贤弟有大机缘 从被拘禁出的那缕 先天杀起看 你得到了一方天然的混沌宝印 持在手中 各大圣主恐怕要忧心了 刚得到不久 我正想截杀摇关圣主呢 大哥马上与我同去 这次我打算灭掉他 果然 那块混沌石被孔雀王收走了 方才碎的不过是一缕混沌 精气而已 并不是宝印本体 要立刻就走吗 老道很想回石寨 因为那里的石料 让他心惊 可能运有他所需要的东西 是的 马上就走 孔雀王的神念 化成一个十六七岁的偏然少年 我让妖族修士来此 就是为了引动 身在这片地狱的摇光圣主过来 准备半路截杀他 想来他已经得到了消息 现在 我们最好快速动身 好 我与你同去 赤龙老道说完 扫尸周围 轻轻的一斗抛袖 包括叶凡在内 数十人显化出身影 大多都是本地的小修士 因为听到动静过来查看 此刻全都战战兢兢 敢杀圣主的人 普天之下 没有几个 赤龙老道淡淡地扫了一眼 你们还是尽早离开吧 这里不是你们能够掺和的 赤龙大哥 我们一千五百年未见了 路上好好畅谈 光芒闪耀 赤龙道人 孔雀王眨眼消失 孔藤也快速的离去 第四百二十二集 叶凡自语 原来堪与圣主对决的人 这样的恐怖 让人惊悚啊 每一次见到这个级别的人动手 他都有全新的认知 越了解越觉得各大圣主可怕 大黑狗出现在地平线上 化成一道无光跑了过来 诅咒道 赶紧走 这样的狠人让本皇感觉到了莫大的危险 他们迅速的返回实战 而这时 王叔等人也回来了 时间紧迫 为了快速的离开这里 叶凡与众人伤妥 将他们收进了预警瓶中 而后 他挤出顶 立身在天空中 但凡是石头都收了进去 隆隆作响 连地基都给拔走了 赤龙道人看上的石料 绝对非同小可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老道 也不知道 需要多少年月 才能得惜这些石器的秘密 包括石碾子 石堆 地基石等 一大堆的石料 全都进入了顶内 此地一下子光秃了不少 与此同时 黑黄也刻好了道文 他们 直接横堵虚空 先远离这里再说 半个月后 叶凡出现在曲州 找到了图飞 让他帮忙安置这些人 刚一见面 图飞就激动地冲了过来 那个炉子呢 拿出来给我看看 自从知道金翅小鹏王 摇光圣子 摇西被镇压 他恨不得 立刻寻到叶凡 看个究竟 叶凡被他缠得 没有办法取出火炉 让他看个仔细 土飞大笑 拖在手中 摇了又摇 晃了又晃 对着炉子传音 摇光圣子 摇西你们还好吗 我可是很想念你们 一声 离火神炉俱阵 一下子被打得鼓起一块 朕的图飞双耳 是嗡嗡作响 这破炉子 能疯得住他们吗 他用力地拍了一巴掌 也震动里面的人 叶凡收了回去 春夏个一年半载 没问题 赶紧给我找个地方 我要安置石寨的人 最终 土飞将他领到一个 名为浩州的地方 这片绿洲方圆数千里 地域较为广阔 是他爷爷的地盘 安置几十户人家 根本不是问题 随便找个 山清水秀的地方就可以 环境比原来的石寨好很多 土飞目瞪口呆 我说 你搬家也不用搬石头吧 因为 一大堆的石头 跟小山一般 看起来普普通通 根本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石寨中的人 对这片山清水秀之地 很满意 由于事先采购了 大量的物资 倒也不缺什么 只需要盖起房舍 村人热火朝天 另起新居 都很有干劲 叶凡直接闭关 万金元 已经足够他进入 道工三重天了 足足一个月 他都沉浸在一种空灵的状态中 机体发生着奇妙的变化 神妙无比 叶凡默默运转 感受到了种种不可思议 这一个月来 他听到 是我的 诵经声 到宫内 仿若有蝉场 上古的祭祀音 划破 时空飘渺而来 虽声荡势 却由 我活于过去 有人认为 那是 是我在为 今生 诵经 当然 很多人都不认可 这一说法 绝顶 人物相信 那是道我 自己道性的一面 在捕捉道计 勾动世界大道 无论是叫 是我 还是称呼为 道我 这一个月来 都在勾动天地 滋养命主 让今生的我不朽 这一个月来 叶凡的道宫内 武器如龙 盘绕飞舞 他聆听大道轮椅 机体声辉 不断蜕变 当第三十天过后 记载的心发 停止运转 天上的精气疯狂冲来 完全将叶凡的 闭关之所淹没了 整整持续了三日 应该一声巨响 乱石穿空 叶凡长身而起 眸子中射出 两道龙形神盲 他黑发披散 长身而立 体内充满了 强大的力量 他感觉一拳 似乎可以干掉一头龙 体内拥有 用不完的力量 叶凡的金色拳头 充满了力感 轻轻的一挥动 虚空都嗡嗡的颤抖 他有能干掉一头 真龙的错觉 千米大瀑布垂落 白茫茫的 隆隆作响 叶凡站在水潭中 一拳向上打去 长铺倒流 如白色的皮链倒挂 土匪择折 笔关一个月 就突破了原来的境界 晃骨胜体果然恐怖啊 叶凡单手将一块 数万斤的巨石举起 而后侧身 猛力的投了出去 这块大石快速变小 落入高空 天际尽头 一群大雁飞过 结果全被砸了下来 土匪看得目瞪口呆 好半天才叫道 这牲口啊 牲口 那数万斤的大石头 将天上一排大雁给砸了下来 没见过你这么变态的人 也凡他体质太强大了 有跋山菊月之力 打在肉身上 谁能承受啊 远处 二十几里外传来 气急败坏的狗叫声 黑黄是惨毫的 妈的 有没有天理啊 水窖都会被天上 掉下来的石头砸个半死 土匪瞠目结舌后 听到大黑狗的惨叫 顿时狂笑 姓徐的 你等着 本黄知道是你干的 大黑狗在远方嚎叫 你大爷的 关我屁事啊 土匪咒骂 叶凡站在千米高的石山下 挥动金色的拳头 吹呼之声不断的传出 他像是在打泥巴 每一拳都没入山体中 轻而易举 最后 他轮动金色拳头 用力的打了一击 贯穿进山腹中 土匪的下巴差点惊叫 真是神靠 他寄出一个八卦铜镜 紫气朦胧向前打来 我试试你现在的修为 这是一面紫童宝镜 是四级秘境的修饰才能动用的武器 坚固而强大 像是一座紫山压落了下来 强的一声 叶凡弹指 金色的指头击在紫童镜上 发出卡的一声脆响 四级宝镜竟然军力 如烟花般熏烂 崩碎在空中 紫华冲天 一股强大的能量肆虐石方 让瀑布倒卷 石山摇动 而叶凡却溃然不动 土匪惨叫 你的身体难道是圣物炼成的吗 我的宝贝呀 他心疼得不得了 虽然武器有不少 但被人这样轻易的击碎一剪 还是让他很肉痛 叶凡气血如江河 感受到了自身的强大 修行终于进入道宫三重天 将甘之神脏修成五行属木 可是他依然没有修出神奇来 不似别人那般有神护体 同时他发现自己在逆五行修行 心属火 肺属金 甘属木 他先修心之神脏 再修肺之神脏 又修肝之神脏 正是火刻金 金刻木 逆五行而成 如果没有意外 他下一个境界 必然修 痞之神脏无疑 因为他五行属土 木刻土 土匪很羡慕 你根本无需兵器 肉身比什么法宝都强大 我缺缘 需要海量的缘 土匪神色复杂 只要有缘你在道宫秘境 便没有平静 可土匪猛借 所以 我想借缘 你有多少缘都借给我 将来十倍还你 叶凡很认真地开口 他有一种紧迫感 迫切想进入四级秘境 我的那么一点缘 还不够你塞牙缝的呢 要知道 你想进入道宫四重天 需要十万级缘 这可是一个让人眼晕的数字啊 你有多少缘 叶凡太想突破了 我有一方多一些 大概四千斤左右吧 还不足万级 你可是大寇的子孙 土匪翻白眼 大寇要是有很多缘况 就不做大寇了 再说 我爷爷的宝库 我怎么敢驱动啊 原是个大问题 你也不用急 我出去走上一遭 帮你凑上两万斤 没问题 土匪打算去找 李黑水 刘寇 江淮人 吴中天 第四百二十三集 我可是一个废体 你这样帮我不知啊 我独非 我不是一个矫情的人 实话实说 我有一种直觉 觉得你可能会 打破荒谷圣体的诅咒 想想看 如果有朝一日 你成为一个 大成的荒谷圣体 我下半辈子 都不用修炼了 照样可以横行 东黄与中州 只要你再世一天 我的子孙后代 都可以横行天下 大成的圣体 怎么可能活上万载吧 如果我一生 都只能止步于 盗宫秘境呢 你要是突破不了 到时候就将 万物母气挺送给我 正好 让我补齐 吞天罐的盖子 土匪半认真 半开玩笑的说 大黑狗出现的 地平线上 杀气腾腾 他老老实实的睡一觉 却让人砸个 鼻青脸肿 我们不爽到极点 我现在就离去啊 多在一个月 少这个半个月 必然会回来 齐方圆 绝对没问题 土匪说到这里 咬的一声 冲天而去 大黑狗 黑着脸跑来 盯着夜凡 神色不善 我怎么突然觉得 是你干的 是你干的 我干什么呀 夜凡装糊涂 少装算啊 妈的 数万斤中的巨石 从天而降 将本黄拍在下面 一般人做不出来 大黑狗的秃尾巴 快竖到天上去了 夜凡死不认兆 总算是蒙混了过去 避免了一场人狗大战 石宅已经重建完毕 处在青山绿水间 一座座房舍很精美 比以前要好了很多 最重要的是 环境的变化 少女与孩童最为高兴 每日都可以泡在青泉中嬉戏 再也不像过去那般 整日面对风沙 寨外的石头堆成了小山 不过大多都是地基石等 夜凡将原石寨的 所有石头都搬了过来 生怕遗漏什么 夜凡与张五爷 忙碌着 从乱石堆中将那些石碾子 石堆 石墨挑选了出来 总共有五十多件石器 大黑狗呢 在旁边虎视眈眈 生怕错过什么好处 夜凡问道 老爷子 你确定要切开 切吧 我倒要看看 祖宗留下了什么 夜凡动手 连切了三个石堆 都是废石 什么也没有 张五爷也亲自动手 解了四个石锁 同样没有收获 两人面面相去 难道是我们猜错了 那个老道看走了眼 这么小心做事 一口气都拍碎 痛快一点 大黑狗催促 一边待着去 夜凡瞪了他一眼 突然一股香气 样出如蓝四射 沁人心脾 嘴到人的骨子里 是什么味道啊 果然是狗鼻子最灵 黑黄几乎快 趴在石碾子上了 口水差点溜出来 切出东西来了 张五爷神色凝重 他正在切一个石碾子 香气 正是从石缝中溢出来的 夜凡心中一惊 扔下手中那个磨盘 凑到进前来观看 这可真是怪事啊 切石头怎么会有香气溢出呢 不会是封印了什么 太古生物之类的东西吧 他的手指闪烁金芒 施翼张五爷退后 他将石碾子接到手中 大黑狗探过来 硕大的头颅也死死的盯着 吃吃吃的 石血纷飞 很快 石碾子外的石皮被剥落了大半 夜凡发现有水迹溢出 张五爷方才用力稍微大了一些 这个石碾子很脆 炸开出一道裂纹 水迹是从这条纹落中流出来的 香气也源于他 大黑狗方头大耳 眼塞铜铃聚精会神的盯着 切出宝贝来了 夜凡小心的剥落石皮 最终从碾子中心抛出来一枚肉果 成粉红色 有点像桃子 大黑狗有点沉默结舌 这 肉质的 这是什么东西 夜凡心有疑惑 他越过原天书 但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记载 张五爷也有点目瞪口呆 感觉不可思议 香气 正是这枚肉果发出的 他的皮已经破了 一半的透明液体留在了石碾子上 芬芳扑鼻 让人忍不住想一口吞下去 大黑狗 双眼放绿光 这么香 该不会是长生不老果吧 张五爷闻言心中一动 祖辈有言 石中风的东西 不局限于原 夜凡盯着这些石器 这些应该是天下少有的其实 里面的东西不可预测 在原天书中 没有这样的记载 这种肉果超出了石料的范畴 只能归为其实 恐怕 原天师留下的这些东西 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张五爷变色了 这果子颜色变了 香气也淡了 怎么回事啊 粉红色的肉果 渐渐的变成青色 香气的确暗了很多 大黑狗着急 赶紧吃掉 不然的话精气就散没了 夜凡有些不确定 这种东西能吃吗 他以手指 蘸了一滴液体 放进嘴里 一刹那间 他感觉苦到不行 差点阳天长笑 苦到极致 他的舌头一下子就麻木了 接着有天旋地转的感觉 差点栽倒在地上 大黑狗 迫不及待的接了过去 吭吱一下子咬下一块 连水带皮 吞到口中 给我尝尝 下一瞬间 大黑狗像抽风一般 狂叫不止 使劲的向外吐 接着是口吐白沫 躺在地上开始抽搐 张五爷 彻底被吓住了 他本来也想尝尝的 以为是什么肉质鲜果 但此刻却必如蛇蝎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叶凡才恢复过来 不再晕血 他骇然道 这什么果子 此刻 大黑狗快变成一只死狗了 只有四只还在抽搐 口中不断的吐白沫 叶凡为他检查 觉得性命应当无忧 不过 这种状态却相当糟糕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复原 他扫尸剩下的石器 第一次感觉到事态的严重 这些都是原天师留下的奇珍 我们根本不知道它们有什么用处 还是不要再切了 等将来了解后再动手吧 叶凡隐约坚决的 这些可能是了不得的东西 施龙老倒要找的可能就是这样的肉果 这多半是无价之宝 现阶段不了解 绝不能再妄动了 张五爷说道 这块石墨已经被你切开 还是抛开看看吧 其他的石器保存起来 叶凡点了点头 早已切开树剑石器 却只抛出一枚肉果来 这个磨盘不见得能够切出东西 可是 当他剥落石皮切到磨盘中心时 却射出了万道神王 绚烂夺目 让人睁不开眼睛 这一切太突然了 多层石衣落地 石心如一轮小 太阳无法正视 泪水会不由自主的往下躺落 张五爷将头扭向一边 这是什么鬼宝 难道是神缘 他双目微肿 被神盲刺痛所致 难道真的切出神缘了 这也是叶凡的第一念头 心中砰砰直跳 他现在最缺的就是缘 他眯上双眼 小心地观察 这是一粒很小的珠子 只有黄豆粒那么大 成光之化 不像是有形之质 似是一小团最为神圣的光源 将石心完全拨开 这粒光源竟不沉落 悬在空中非常的神异 它像是天地的一点本源 让人忍不住去亲近 张五爷不敢正视 以余光观察 不由自主伸出粗糙的老手 去触目 这一切都是下意识的动作 就连已经昏死过去 在地上抽搐的大黑狗 也一边口吐白沫 一边向这边挪动了两下 像是被招引一般 叶凡 也可以确定 这是开天辟地之处就存在的灵气 所形成的源 是这个世上稀有的真品 永不沉醉 拥有最纯粹 最本源的天地精华 让人忍不住顶礼 这一切都是神源的特征 与原天书中记载的一幕一样 这是叶凡第一次触摸神源 指尖传来圣洁的气息 让他浑身舒坦 如木春风 暖洋洋的 肉身像是在接受洗礼 这就是神源 拥有不可思议的神晓 是让圣地都要为之争抢的神物 每一次出世 都会惹来天大的风波 不过 这块神源太小了 只有这么一小粒 与封印有太古生物巨大的神源块 相比真的有些微不足道 但是 它绝对是吸针 一旦传扬出去 会让很多人都大破头来抢 神源分为很多种类 效果大不相同 叶凡对其还不算了解 还没有涉及到最高深的圆穴 这肯定抵不上十万截圆 纵然是神源 但是它体积忒小了 远不够 它需要三十方圆 才能破入道宫四成天 这样一粒神源解决不了问题 这就是神源 祖宗到底留下了一些什么东西啊 张五爷自语 他触摸神源后 感觉身体轻便了很多 气血旺盛的不少 神源 对于普通人来说 效果甚大 绝非荒谷 圣体这般拥有强大的逆抗性 叶凡望向圣瑜的石器 传说 神源有数十种 有些具有不可思议的功效 真想全部拿来看看 他虽然很心动 但却不打算继续切了 这些石器的珍贵之处 恐怕不在于效果的神源 很有可能是肉果类的东西 现在再切的话 很有可能抱舔天物 不懂得怎样用 纯粹是浪费 过了很长时间 叶凡与张五爷 才从震撼中平静下来 毕竟这是一粒神源 任谁第一次见到 都要难免如此 黑黄昏死了过去 不然恐怕已经跳起来 抢劫了 他对神源一直是念念不忘 张五爷多少听说了一些 知道叶凡体质特殊 修行需要大量的园 让他将这粒神源收起 最终呢 叶凡也没有过多推辞 他现在的确需要大量的园 欠下的人情 只能以后再还 从石器中拨出来的 粉红色果实 要力强积 大黑狗昏死过去五天 才渐渐的恢复意识 但还是爬不起来 不时的抽出两下 妈妈的 本黄倒了八辈子血没了 这是什么狗屁实料 余生的果子奇毒无比 连头真龙都能给毒死 他一边抽出一边咒骂 活该 谁叫你这么贪婪 想一口抢先吞下去 叶凡打击他 大黑狗有杀人的冲动 奈何站不起身来 偶尔还会吐出一两口白沫 很显然没有半个月的时间 他难以复原 叶凡研究了很长时间 也没有弄清楚 这种果实到底有什么用处 最后不了了之 最终 他离开了这片山清水秀之地 现在他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寻原突破 哪怕是去抢劫圣地 只要有成功的希望 能够成行 他就会毫不犹豫 他有很强的紧迫感 当叶凡来到外界时 听到不少消息 古卷风波愈演愈烈 孔雀王截杀摇光圣主 差一点成功 激起无边海浪 震动了整片北域 如果不是姬家圣主 与摇光圣主同行 必然会发生惊天巨变 纵然如此 他们还是付出了血的代价 姬家与摇光庶明太上长老 被赤龙老道击成飞灰 摇光圣主更是被孔雀王 以混沌宝印拍了一击 负伤不轻 这件事影响非常大 无论是赤龙老道重新出世 还是孔雀王想要毕掉圣地的主人 都是超级大风浪 在叶凡闭关的这段时间 北域沸沸扬扬 波涛汹涌 每日都很不平静 如今 紫山已不是什么秘密 很多大人物都已知晓 但是没有人敢轻举妄动 九龙拱位一山 涉及到了大地 纵然是绝顶强者 也都心有忌惮 当然 诸多修士更多的是动心 想要再次寻找机缘 但都在等待机会 谁也不愿率先发动 数年前 妖帝坟肿太过害人了 古山血海 几大圣地轮番出手 那口黑潭中填满了尸体 都没有攻下阴坟 任他沉入地下 消失不见 血淋淋的教训在前 东荒的强者们 自然不会像上次那么冲动 诸多圣地齐聚北域 商谈紫山问题 联手之事 已成必然 姚池盛会 被无限期推迟 紫山影响太大 如今所有人都聚焦在那里 紫山还没有被打开 就已经风起云涌 甚至有圣主因此而负伤 可想而知 这次将会有多大的波澜 当了解这一切后 叶凡摸了摸下巴 这一切多少与他有些关联 将古卷想办法送出去后 果然是捅破了天 一粒神源价值几何 叶凡估不出 土飞将要借来的两万金元 剩下的需要他自己 想办法解决 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也许真的该去盛城了 这些日子 他一直在经研原天书 准备放手一搏 火云州 赤红如火 到处都是火云树 这是一种奇异的树种 为该州特有 火云树 不仅满树叶片 鲜红如火 就连树干都是红褐色 源源望去 如一片火海 更像是一片晚霞 与其名非常的贴切 从进入该州起 一路上所见植物 属他最多 红色远远多于绿色 可以用万红丛中一点绿 来形容 四周 距离圣城已不是很远 最多还有十一二天的路程 叶凡一路行下来 目标很明确 他要去豪赌 圣地火云城 为该州的中心 城墙雄伟 连绵如长城 很壮阔与古老 是一个相当有名气的城池 相传 西年这里有一个强大的荒谷世家 微镇东荒 传承了十几万年 可惜 终在数万年前成为飞灰 消失在历史的星空下 他全是了没有不朽的传承 更没有永恒的世家 一切都有走到尽头的那一天 刚走到宏伟的城门楼前 叶凡就看到两张画像 上面的人全都是他 分别是遥光与机甲贴出的机拿令 两大传承都开出了天价宣赏 但凡能提供相关线索者 便可领取万金元 而如果能够确切提供叶凡在何地 持有三十方元可领取 整整十万金元 可谓逆天之家 各大绿洲的中心城池 都有这样的悬赏令 叶凡看在眼中 要多溺外有多溺外 谁愿意被人通缉追杀呢 真不愧是圣地 动辄就是数以万金的圆 他知道自己为什么如此值钱 除了双方的恩怨外 更为重要的是对方 想要他身上的万物母气 如果能够得到 百万金元也挡不住 叶凡站在城门前冷笑 十万金元就想要我的命于顶 倒是打得好主意啊 霍云城外的地平线上 重来数十骑 这些异兽足不沾底 踏空而行 上面的骑士 一个个铁衣闪烁 正是鸡家的人 鸡家一个年轻的骑士 韩生说道 该死的 有价值的消息几乎没有 真不知道何时才能将 那个姓叶的小子揪出来 他如果敢出现 我一只手捏死他 为首的那个年轻人 冷哼了一声 扫了他一眼 急于他 不要小觑他 到公司重天的人 不见得能压制他 一个过时的废体而已 有什么了不起的 纵然同级的人 站不过他 但我不相信身为 道公四重天 还拍不死他一个 道公二重天的人 可恨 这个废物躲了起来 他要是赶出来 我一只脚踩死他 不要自大 妖光圣子那么强 尽是小鹏王那么傲 还不是被他收走了 为首的那个年轻人 很稳重 告诫其他年轻强者 急于腾很不服气 那是因为混沌时 定住了在场的人 不然凭他一个小小废体 能够收走四级秘境的 绝顶年轻强者吗 他要是真敢出来 我一根指头颠死他 极家年轻一代 另一名高手也充满了火气 他们负责在火云州搜索 这些日子以来 憋了一肚子怒火 充满了怨气 恨不得将叶帆给揪出来 这小子让我们风里来雨里去 每天四处追查他的线索 我真恨不得一巴掌将他背成灰 这个姓叶的小子 不过是一个废体而已 却闹出这么大的风波 千万别让我抓住 不然我非碾死一只虫子一般弄死他 这些年轻强者怨气都很大 驾驭坐骑进入城中 叶帆嘴角泛起了一丝冷笑 数以万斤的悬赏 不如我自己来领取好了 用敌人的缘 来成全他这个无底洞 那最是理想不过了 他一展绣袍闪身 进入了火云城 第四百二十五集 火云城 街道很古旧 地上的青石坑坑洼洼 这是行人采摸的结果 可想而知年代多么久远了 城内生机勃勃 到处都是火红色 此周的人很喜欢火云树 道路两旁结实 如一株株大火炬 又如火龙卧在街道旁 叶帆行走在大街上 很是放松 如一个普通人一般 游览这座古城 完全是一幅漫不经心的样子 西年 此城出过荒谷世家 虽已不复存在 但每年都会有些年轻的修士来此 希望能有机缘 得到什么传承 可惜 传承了十几万年的不朽世家 终究成为了历史的尘埃 没有为后人留下点滴 叶帆并不急于行动 没有去找姬家人 而是沿着古街认真地观看这座城池 他感受到一分岁月的沉重 这是时间的基点 是光阴的累积 古城虽然不凡 经历了太久远的时光 让人体味到了一种厚重 城池很繁华 不愧为这片绿洲的中心 但并不学校 宽阔的古街两旁 或云树洒下大片的阴凉 行人很多 却并不拥挤 长时间以来 叶帆一直在修行 偶然放松心态 在古城中游广 竟有一丝空灵之感 来来往往的人流 并不能影响到他随波逐流 他在古街上漫无目的地走下去 越来越放松 惊起神合一 竟进入了一种妙境 叶帆一不沾尘埃 清灵而飘逸 举手投足坚 仿若与天地合一 行走于人流中 但却是如此的自然 每一步落下都有道运生成 在道宫内 是我在为今生诵经 道我在沟洞世界 感悟大道滋养命主 记载的心法自行运转 同一时间 叶帆的金色苦海波动了起来 一株青莲颤动 雾气朦胧 自荒骨身体一孩 得到的秘术配合自行运转 这一刻 玄法并行 和谐自然 龙海与道宫脉动 神力贯穿上下 让他有天地相通 自我横云飞渡的感觉 叶帆空灵如道 虽站在人海中 但却像是立身在云端 有一种超然之感 他知道 这是一种奇妙的玄境 是对修行的理解与感悟 龙海与道宫齐名 让他的道力生生不息 叶帆就这样一路走了下来 不知不觉间 来到城池的一片特殊地方 这里当属于城市中心 但是却并没有宏伟的建筑 此地 栽种有很多的古墓 不局限于火云树 各种长青树 古藤等多不胜树 许多老墓 十几个人都合抱不过来 古藤有人腰那么粗 在一个城池的中心 有这样的地方 实在是让人惊讶 这是西年那个荒谷世家 留下的痕迹 古墓老藤下有很多瓦砾 祭述了昔日的兴衰成败 其实 整座古城所在地 都是荒谷世家的一余 可惜 一切都不复存在了 只有这片古墓下 还有一点遗迹 叶帆很自然地走到此地 身心空灵 虽然不能破入道宫四重天 却体味到一种自然 天地为我而生 万物如一 他在接受一种洗礼 肉身晶莹闪烁 精神饱满 身心被垂裂 得到升华 让他原本的境界趋于圆满 他依然在道宫三重天境界 但是却觉得大不一样了 伦海宇道宫脉动一致 他捕捉到了道计 是的 道经与西黄经 第一次水乳交融 和谐统一 让他身心明镜 举手台卒 像是在挥动大道 伦海宇道宫齐名 道经与西黄经并行 无瑕无缺 果然是两种最强心法 叶凡破除妙境 心中自愈 他觉得两经和谐后 战力提升不少 与大道更亲近了 他轻轻比划 九密中的功法大数 虽然并没有真正打出 但是他却可以感知 威力强大很多 这是由记 向道的一小步蜕变 道的力量 叶凡沿着古街 离开了这里 在古城中转了一遭 了解到足够的信息后 他离开了火云城 消失在地平线上 不久后 叶凡又回到了火云城 走向鸡家的赌石坊 这是一片园林式的建筑 数十名骑士居住在此地 什么 有人提供线索 这片园林 占地很大 石料堆积 电雨楼台 数十头一手拴在园中 个个猙獰 甚是威猛 叶凡站在园中 并没有等上多长时间 数十年轻人便冲了出来 他曾在城门外见过 你见到那个废体在什么地方 离火云城多远 为首的那个年轻男子问道 他名为姬云哥 为道宫五重天的修士 这群人以他为首 很是沉稳 我提供线索 是否立刻给我十万金元 叶凡问道 你在说什么 鸡家一名弟子 立眼寒声说道 提供线索不过十万金元而已 你还真敢对我鸡家狮子大开口 旁边的人文厅 却是心中一喜 急云腾冷笑 这个姓叶的小子 终于被人发现了 这次我要让他成为飞灰 正该如此 为了他这个废体 让我们如此奔波 却一无所获 早该逼掉他了 一个道宫两重天的废体而已 杀他如探囊取物 只不过总是查不到 他的下落而已 这一次要活活的裂死他 这些人的怨气都很大 都想立刻杀死叶凡 将顶多过来 不仅是因为这些日子以来 他们要枯燥的去搜索 还因为鸡家太上长老被烧死 让每一个人都憋了一股火气 如果是强者被杀死也罢了 堂堂一位太上长老 被一个小修士给烧死 让他们觉得都面上无光 洗刷耻辱最有效的办法 就是抹杀叶凡 叶凡开口索要万金元 让他们兑现承诺 先带我们去那处山脉 如果线索属实 自然少不了你的好处 吉云哥微笑道 不少人都露出厌恶之色 没有想到他真敢向鸡家索要悬赏 让他们觉得非常意外 同时那很鄙视 在此前也接到过一些线索 但都是那些修士无常提供的 根本不敢索要缘 只为与他们拉紧关系 叶凡不退让 我看学长上面写得很清楚 只要提供线索就会发现原石 哼 万一你提供的线索是假的呢 吉云腾不屑的冷笑 普天之下 有人敢戏弄鸡家吗 再说 我要带你们前去 难道我不怕没命吗 叶凡力争 你可真是有意思 吉云腾脸色冷漠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居然还敢索要缘 不嫌活的命长吗 好 我们没有时间可耽搁 去石方取五千金元来 吉云哥摆了摆手 让人去取缘 如果线索属实到时候会给你另一半 若是因为你的线索抓住叶凡 纵是给你十万金元 也没问题 时间不长 有人取来了五千金元 灿灿生辉 摆了一堆 叶凡毫不客气 大袖一卷 全部收了起来 现在带我们去那片山脉吧 吉云腾冷笑连连 眼中的杀鸡一闪而目 而吉云风泽微微的笑了笑 什么也没有说 挥了挥手 让众人齐上一手出发 同时 他们也为叶凡 寻来一通满手 让他端坐在上 作为逮捕之勇 数十骑冲出火云城 城中很多人都惊讶 见他们如此急行 知道是一定有大事 这些异兽都很不凡 离开火云城后 全都踏空而行 飞上了高铁 如一股洪水冲过高空 隆隆坐向 向着叶凡所说的山脉 奔了去 就是前方那片山脉 叶凡 点指前方一片 聪裕的山巒 第四百二十六集 数十骑人马 顿时散开 从四面八方包抄 围向叶凡 点指的一座山峰 果然有人在此休息啊 此地不有道文 一个几家弟子上前 对道文颇有研究 快速地破除了 此地的禁止 数十骑人马 杀气腾腾 一冲而上 来到了这座山峰之巅 直接将那座洞府劈开 打得烟尘冲天 顿时 有几家弟子露出杀气 向叶凡望来 人呐 没有人 别这样看我 与我无关 我只是提供线索 谁知道他突然离去了 季云哥摆了摆手 亲自进入洞府中观察 其他人也跟了进来 这件衣服 与他当时穿的那截一模一样 果真是他 看 这里还有虚空大手印的痕迹 这座洞府 是以大手印开辟出来的 几家的弟子 很快发现了诸多重要线索 全都气恨不已 咬牙切齿 该死的又让他逃掉了 不然的话 我一脚足以踩死他 他们 倍感憋气 一个修为只在道宫两重天的废体 屡次搅出大风波 每次都能逃走 他们恨不得立刻抓住 将之炼成匪徽 现在你们相信了吧 我绝不敢提供虚假线索 叶凡在旁开口 在这一刻 他感觉到了杀意 有人想对他出手 不过他并不慌乱 神色平静 回去后 你们能付我另外五千金元了吧 你就不怕我们再次杀掉你吗 我来之前 混云城许多人都知道 我是为你们提供线索而出城的 我相信姬家是讲信誉的 叶凡并不在意 这些人中纵有道宫五重天的强者 速度也肯定没有他快 不用担心逃不走 姬云哥笑了笑 回去后我付你另外五千金元 姬家说到做到 在此地徘徊良久 搜索整片山脉后 众人返回火云城 叶凡跟进那片园林 这个家伙 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还真敢要悬赏 一个姬家弟子 韩生说到 急云哥瞪了他一眼 这是姬家自己定下的悬赏 你不要乱来 若是被我知晓 有损家族清誉 别怪我饶不了你 不多时五千金元被取来 姬云哥走出亲手交给叶凡 让他离去 叶凡脸上带着笑意道谢 而后头也不回的远去 就这样给他万金元 他提供的卸索根本无用 连那个姓叶的影子都没有见到 有人不愤 姬云哥扫了他们几眼 霍云城的人都在看着呢 难道你想把他杀在这里吗 这样也不是没有好处 等若千金买股 以后有人会送来更有价值的线索 说到这里 姬云哥神色一致 姬云腾与姬云彪去了哪 他们跟了出去 多半是胡闹 若是传扬出去 别人会如何看待我姬家 姬云哥大怒 以姬云腾的脾气 肯定是看不惯 不想让他动动嘴皮子 就拿走万金元 我想现在多半把他杀掉了 姬家另外一名弟子说道 姬云哥一把人拍碎园林中的一张石桌 沉默了片刻才说道 既然已经如此 再去几个人 事情弄得漂亮一些 我不希望传出风言风语 火云成郊外 叶帆直住了脚步回过身来 姬家的朋友们 这么热情作甚 将我都送出城了 怎么还不回去 姬云腾与姬云彪 从暗中闪出身影 两人全都带着杀机 一步一步的向前逼来 你们想杀我 这是为什么 叶帆沉下脸来望向两人 我好心为你们提供线索 为何恩将抽跑 小子 你以为我姬家的缘 就是这么好拿的吗 动一动嘴皮子 就是上万金元 哪有这么便宜的好事 姬云腾冷笑 你们也太天性博良了吧 怎么说我也是提供了线索的人 你们却要杀我 杀你又如何 你将我们带到一个人 去楼空的洞府 这样拿走员 不觉得有些烫手吗 姬云彪杀气腾腾 叶帆忽然大笑起来 一副很畅快的样子 死到临头你还笑什么 我送你上路 哼 你们自认为能杀得了我吗 叶帆嘴角挂着一丝冷笑 恐怕会将你们自己搭在这里 就凭你 不过刚入道宫秘境而已 荧光之火也敢与浩月振回 姬云腾冷笑连连杀鸡毕露 杀死你 跟碾死一只臭虫没什么区别 姬云彪更是直接冲了过来 直接以虚空大手印拍下 黑色的大手笼罩天空 将叶帆覆盖在下方 发出隆隆之响 啪的一声 就在这时 叶帆出手 一只金色的大巴掌横空 一下子拍碎了那只黑色的大手 更是将满脸金孔之色的 姬云彪盖在了下方 啪的一声 很难想象金色的大巴掌 有多么强大的神力 直接将姬云彪抽碎了 活活的打成肉泥 小时不见 姬云彪打喝 你 你到底是谁 道工三重天的强者 竟然被对方一巴掌就拍死了 实在让他心惊肉跳 我就是你说的那个 可以一只脚踩死的叶帆 怎么 怎么会是你 姬云彪惊得倒退 脸色铁青无比 自然是我 多谢你们送我缘 我会用他好好修行的 你 姬云彪听闻此话 联想前后这一切 气得浑身颤抖 手指头都在哆嗦 姬云彪脸色铁青 身体都在哆嗦 万没有想到叶帆胆大包天 敢这样行事 被两大圣地通缉 却敢只身犯险 来鸡家冒领悬赏 这实在是让他窜火 额头青筋暴跳 叶帆笑道 气大伤身 别着急上火 反正你们家的叶大 不在乎这么点缘 姓叶大 你 太猖狂了 两大圣地缉拿你 你却敢跑出来炸我们的缘 你不会有活路的 荒谷世家不可亵渎 叶帆笑意不解 你能如何 想杀了我吗 我一直都碾死你 姬云腾浑身绽放神霞 神力波动 一道道龙气绕体 将修为提升到了极限 好强势啊 好气魄 那就让我看看 荒谷世家的年轻强者 多么的英雄了得 叶帆冷笑连连 我现在就来逼你 姬云腾一声大喝 而后无声消失在虚空中 他展开了大虚空树 唰的一声 让人很意外 他口上发狠 但是却出现在远空 并不是冲向叶帆 姬云腾选择了陶盾 速度极快 他说了一番狠话 完全是为了稳住叶帆 是为陶盾做准备 他虽然自负 一向认为荒谷世家为尊 但是呢 亲眼见到叶帆一巴掌 拍死道宫三重天的姬云镖后 他立刻知道 纵然他在道宫四重天境界 也不是对方的敌手 哼 怎么言行不一致啊 叶帆脸上充满温和的笑容 挡住了姬云腾的去路 你 姬云腾大吃一惊 对方后发先知 比他还要快 耍的一声 姬云腾再次展开大虚空树 消失在原地 他有傲气 耿十分自负 但却不想死 拼尽手段 想要逃走 可是 当他再次冲出虚空时 发现叶帆依然挡在身前 带着冷笑 你不嫌累吗 逃来逃去有意思吗 姓叶的 你太嚣张了 冒犯两大圣地 今后天下将没有你的活路 我正打算四处走走呢 破入道宫四重天 需要十万金元 就指望你们机甲与摇光 为我提供了 叶帆不紧不慢 卖了十几步就追上他了 墨盘大的金色巴掌 拍了下来 不想再给他逃走的机会了 吃吃的 五刀一芒乍起 如五条银龙横空 粗如房屋 银龙百度而上 两两相交 形成龙俭 结想叶帆的金色大手 正是 鸡家绝血 结天旨 为力其大 可惜要看谁来使用 他与叶帆的战力对比 处在绝对的下风 第四百二十七集 哈利一声 五刀龙芒 被金色的大巴掌拍碎 大手劈盖下来 咔嚓一声 鸡云腾神色残变 那条手臂当场破烂 他扬天大叫 啊 得一声拼尽力气 打出虚空经中 记载的另一种神术 张嘴吐出一口大道之气 冲向叶帆 这是虚空记载的 仙天太虚刚起 是师术者的 仙天仪器混裂 虚空而成 无坚不摧 神兵保刃都挡不住 可以清晰的看到 从鸡云腾口中 冲出一道气流 代表了仙天太虚 将虚空打得扭曲 对此 叶帆根本没有躲避 轮动金色拳头 像是打在了万军陨落星上 声音震耳 嗡的一声 号称无误不破的 仙天太虚刚起 一下子被打散了 神王刺眼 画成一片洪流冲向四方 让整片虚空都在抖动 哭的一声 他们脚下的山峰 相距这里不过数十米 受到波及 被溃散的仙天太虚刚起 消掉了三四米高 断口平整 姬云腾脸色潮红 你 显天一气冲出 他的神力耗去了十之八九 但却被对方一拳就打溃了 实在让他难以接受 叶帆向前逼去 齐雪 你也看什么人来施展 几家年轻一代 似乎每个人都掌握 有《虚空古经》中 记载的两三种秘书 能不能为我讲解一番 姓叶的小子 你少要得意 我几家天才无数 年轻一代很多人 足以压得你勇士抬不起头来 你 不会有活路的 将来我会去 找你说的那些天才的 叶帆呢 轻飘飘的说着 一巴掌拍来 砰的一声 姬云腾躲避 但快不过那只金色的大手 被抽在身上 他像是一口破骨 身子破烂 坠落在地上 姓叶的 你不杀我想做什么 向你请教徐空古经 叶帆降落在地 一脸温和的笑容 姬云腾咬牙 你做梦 目的 叶帆抬起头来 向远处地平线望去 四道身影 足不沾地 如凌波飞仙 以美飘动 飞快接近 他也遇到 你们即将还真是看得起我 又派来四人 向漂亮的扫尾 不留下一点痕迹 免得落人口舌 又是砰的一声 叶帆一脚踏出 将姬云腾震飞 他浑身多处鼓裂 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了 连话都不能说出口 姬云腾 修奋无比 扬言一只脚就可以踩死对方 结果却落到这般境地 对方不杀他 明显是像谋夺虚空古经 记载的神术 耍地一扔 叶帆一展袖袍 将地上抽出一个大裂缝 再一挥袖子 将姬云腾埋在了下面 时间不长 地平线上的四道人影 到了近前 尘埃不起 刹那驻足 四双眼睛如巴巴利剑 盯着叶帆 诸位 还有什么事吗 少废话 姬云腾与姬云飙去了哪 其中一人预感到事情不妙 沉下脸来贺问 那是你们姬家的人 跟我有什么关系 为何来问我 叶帆神色平淡 他们是追你而来 怎么会不见了踪影 哦 追我而来 所谓何事啊 叶帆平静问他们 四个人向前逼来 其中一人神色冷立 你少顾左右而言他 快说 姬云腾与姬云飙在哪 不要对我大呼小喝 我有义务替你们看着他们吗 叶帆的神色冷漠下来 姬家的四人全都感觉不对劲了 各自后退 以免发生意外 做好了战于退的准备 但其中一人 还是很盛气凌人 少装蒜 赶紧说出他们的下落 不然你明白后果 叶帆呢 突然的挥动大袖 直接将这名姬家弟子抽的倒退 你在说谁装蒜 所谓的后果是什么 你 姬家这名弟子 不然变色用手踮指 你敢先对我动手 黄谷世家的子弟 无论走到哪里 都如众星捧月一般被人环绕 很少有人敢冒犯他们 哼 你算什么东西 对你动手又如何 叶帆冷笑 打袖一展 如一片铁云扫过 啪的一扔 宽大的袍袖 如铁板扫过虚空 结结实实盖了下去 这名姬家弟子 以手臂阻挡 但是根本无用 被山飞了出去 碰里 这名姬家弟子大怒腾空而起 立身在高空 眼泛寒光 杀意无几 接着他 头下脚上 俯冲下来 虚空大手印狠狠的暗落 黑色的大手 如一堵黑墙压来 让人心急 可是 叶帆纹丝未动 根本没有躲避 仰头望着他 直至黑色的大手 暗落到进前时 才碰的一声 叹出左手 一把向上抓去 后方三人喝道 快退 提醒这名姬家弟子 但是 已经晚了 叶帆单手 接住虚空大手印 只手破空而上 一把将其抓住 将其从空中拎了下来 像是揪着小鸡仔一般 毫不费力 他 仰手就是一巴掌 直接扇在他的脸上 打了其口水飞溅 鲜血崩流 你 你想与姬家为敌吗 姬家这名弟子 吐出了一口血水 明显是色力内忍 对姬家动手怎么了 真以为姬家是东荒的大地不成 叶帆冷笑 仰手那又是一巴掌 直接将他打的口鼻喷血 后方的三人 不像此人这样冒失 他们自一开始就看出了不对 与叶帆拉开了距离 是战是退 都可选择 眼下 他们没有选择救援 而是转身就走 非常果断 因为他们预感到不是对手 可惜呢 已经晚了 叶帆打出数十面 小气全都插在地上 雾气汹涌 遮蔽了此地 截断了他们的去路 这些都是黑黄练出来的法器 刻有复杂的道文 捆道宫秘境的修饰 不会有任何意外 叶帆拎着那名姬家子弟 狠狠地削了一顿大巴掌 将其打得出气多 尽气少 像扔丝狗一般 将他丢在了地上 另外三人彻底变了颜色 道宫三重天的子弟 居然毫无反抗之力 被对方抽了十几个巴掌 踩翻在地 让他们心头发寒 其中一人开口 这位朋友 何必如此 基于一生向来冒失 脾气暴躁 常得罪人 方才若是惹你不快 我带他向你赔罪 口流血水的鸡云声 伸吟了一声 艰难的爬起 他却不敢再口出狂言 眼中生出巨异 他知道 惹了大麻烦 另外三人心中不安 被封在此地 极其危险 朋友 这完全是一场误会 你为我即将提供线索 追杀贼子叶凡 说起来我们是一路人 很是感谢你 鸡云声 还不快赔礼 平日告急你不要毛躁 今日又生出火断 回去拿你问罪 三个人脸上挂着笑容 开口解释 同时让鸡云声赔礼 赔礼就不用了 因为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叶凡 什么 四个人全都大吃一惊 当叶凡显化出真身 将埋在地缝中的 鸡云藤提起来后 这四人全都变了 颜色气的险些吐血 你想怎样 我对仙天太虚刚气 很感兴趣 想向你们请教 想得到鸡灾的神术 你不要痴心妄想 鸡家的几人 神色难看 这个人竟是叶凡 从他们手中 炸走万金元 现在竟然 又打起了 虚空古精的主意 何必必肘自身 我这里也有古精 不如我们坐下来 谈精论道如何 董皇不过几部古精 我鸡家独占一部 你有什么古精可谈 其中一人一言道 他想拖延时间 等待人来救援 我有一卷道精 一卷西黄精 不知道你们对哪卷经书感兴趣 叶凡知道他们的打算 但并不在意 随意的问道 什么 你也有古精 不仅有道精 还有瑶池的西黄精 你是如何得到的 几家几人吃惊 他们相信 在这种情况下 叶凡没有必要撒谎 他们被封在此地 一切都在对方的掌控中 所以说 与我谈精论道 你们不吃亏 如何 叶凡脸上笑意很浓 你先送出一段经文 来让我们听听 几家的几人 这样要求 这总行啊 不如我们同时送经如何 叶凡一服相伤的口气 紧张的气氛 顿时缓和 几家几人放松下来 与叶凡周旋 拖延时间 第四百二十八集 叶凡一脸人畜无害的样子 认真的与他们商量 可是突然间 他的眉心射出一道金色的光束 一下子 冲进了一人的头颅中 他并不是为了袭杀 而是想突兀的出手 以神识夺取他们的经文烙印 因为 他怕正常情况下得不到 不久前在云端山脉时 他曾经尝试剥夺 姬家子弟的石海印记 但结果对方的神识 突然崩碎了 姬家这名弟子的头颅 瞬间炸裂 叶凡的神识狼狈 逃出 冲回自己的眉心内 哄的一声 毁灭性的气息弥漫 恐怖的念力如洪水冲出 席卷向叶凡 他口中一声轻耻 万物木器垂落 挡在身前 震天巨响发出 一口古朴的大顶 阻住了可怖的杀意 正亏了那些念力 让他们消散在虚空中 这一次依然失败了 与上一次的结果相同 对方的石海中 有神秘的封印 只要探取就会出发 你 姬家剩下的四人 勃然变色 事已至此 没什么可多说的 想活下来的话 拿虚空古精来换命 不然的话只有一个字 死 叶凡沉声说道 他并不抱多么大的希望 神念无法索取 指望这些人自己说出来 难度太大了 动手 姬家还有两人 没有失去战力 他们不想坐以待毙 每一个人都祭出 七八件兵器 皆惨弱星辰 他们豁出去了 不惜损毁兵器 想要重创叶凡 每一把兵器都近乎燃烧起来 绚烂夺目 万无母气顶 筑成的顶清枕 即将崩碎的兵器都被收了进去 刺眼的光芒从里面发出 能量汹涌 所有兵器都燃烧崩裂了 但是却根本杀伤不到叶凡 最终顶内归于瓶颈 多了一堆沸铜烂铁 叶凡闪电般出手 将这两人批翻载地 让他们失去了战斗力 我不想多说什么 谁说出先天太虚刚起 我就放过谁 不然的话 只能死 起初 这四个人都一言不发 骨头都很硬 根本不妥协 这让叶凡皱眉 强行索取 对方的尸海 必会崩碎 我给你们机会 最终 叶凡让他们恢复战力 分别与四人过招 暗中以斗战圣法 模仿 先天太虚刚起 到了后来 他终于摸清 这是先天仪器 混脸虚空的秘书 他不知道运转法门 但明了这种意境 当叶凡 以斗战圣法 催动出这种神术后 吉云藤 吉云生四人 眼珠子差点 瞪出来 叶凡一声轻齿 张嘴吐出一道神华 如海啸一般 席卷十方 威力其大 怎么会这种神术 我们来比试一番 看看 孰强孰弱 叶凡 以斗战圣法 催动 与几人对决 不是真正的先天 太虚刚起 但是威力并不差 这就是九秘中的 斗字秘 可演化各种 公杀神术 千变万化 实为无上圣术 到了后来 叶凡越来越熟练 张嘴意图 如一挂天河道锤 威能无匹 他的精气神远胜长 先天一气如海 这种神术 非常适合他施展 不像眼前 这几人一般 吐出一口先天 太虚刚起 就会被抽走 一身精气 紧乎虚脱 叶凡再次施展 张嘴意图 竟是一张画卷 上面有道文闪术 如一张封天古卷 直接将四人镇压 这怎么可能 齐云腾挤人满脸 不可思议的神色 叶凡对先天 太虚刚起的运用 比他们都要恐怖很多 好像深谙次到多年 这让他们无法理解 多谢你们 又让我得一种 功法神术 叶凡演化多时 终于停了下来 这并不是姬家的神术 是以九密中的 豆子爵催动而出的 半个时辰后 叶凡回到火云城 到处传播姬家不受承诺 若是领走悬赏 动辄会有杀身大祸 二号 他很快小声匿迹 姬家忙了个焦头烂额 总算平息了这场风波 言称 有人以虚假消息骗员 不得不说 荒谷世家是一种庞然大物 事后火云城一片和谐 并没有多少人相信叶凡传出的话 叶凡早已知晓 凭借姬家的能量 没有什么风波摆不平 他做这一切 不过是为了让他们心有忌惮 方便下次出手 半个月后 叶凡回到浩州 来到石寨州 大黑狗终于复原 瘦了一大圈 现在见到粉红色的果子就过敏 嘴角抽搐 叶凡笑着问 黑黄 你吃的一枚鲜果到底有什么作用 是不是得到了莫大的好处啊 再提这茬本黄跟你急 大黑狗黑着脸 他从来不吃亏 破天荒的让一枚果实给撂倒了 让他现在想起来 还有吐白沫的冲动 应该有些效果 那枚果实明显不一般 叶凡摸了摸下巴自语 有个屁的效果 害得我到现在吃什么东西都跟咬黄脸一般 嘴里苦得要命 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完全消退 大黑狗 要多郁闷有多郁闷 都怪不了别人 说他自己太贪心了 争抢着吃那枚果实 土飞 不负所望 共筹集来两万五千金元 闪闪发光 都是高品质的纯净元 这么多的元 本黄要分一半 坦心的大黑狗扑了上来 又想争抢 结果叶凡长袖一卷 都给收了起来 四狗 别抢 本黄帮了你几次 却总是捣血霉 你 你要补偿我 行 没问题 叶凡一口答应下来 他回来主要就是想让大黑狗帮忙 随后 叶凡将土飞找来与他相商 什么 你疯了 露出踪迹 让人去领十万金元 土飞吃惊 不错 这是难得的机会 可行性很高 叶凡点头 土飞呢摇了摇头 你已经炸出了一万金元 他们必然有防备 不可能从老虎身上继续割肉了 上次的办法确实行不通了 所以现在提供线索者 需要以神念辅证 所以我要显出真身 给他们真实到 不能再震的消息 这太危险了 土飞反对 无妨 只要好好运作 成功率很高 到时候十万金元到手 我立刻可进入 到宫四重天 你这是拿命在赌啊 万一出了问题 我毁之玩意 土的嘴巴非常反对 有黑黄在 我可化血为疑 打黑狗身色不善 小子 本黄跟你在一起 就没得到过 一丝丝的好处 总是倒霉 这次别指望我 叶凡微笑 你不是一直想要圆吗 这次我们去谋十万金元 你可要想清楚啊 十万金 大黑狗的口水快流出来了 有心拒绝 但实在经不起这种诱惑 妈的 拼了 这次我要是再倒霉 小子你等着被追杀吧 叶凡笑了笑 对土飞还有大黑狗说道 其实这次只要谋划好 并无危险 那你 细说一下 第一步 你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 适时的发现我 去禀告姚光或者机甲 领取那十万悬赏 卓有相当的难度 因为 如今提供线索者 需要神识辅证 有问题的人 肯定会露出马脚 这个合适的人选 要真实 必须本身蒙在鼓里才行 土飞略微思索 找出一个出卖你的人 并不成问题 关键是 要让他自然的入局 有些难度 不能留下我们 布下的痕迹 叶凡继续开口 其次是造势 在那个人禀告圣地后 最好弄出大动静来 让那个地狱的修士 人谨皆知 跟随前去 作为证人 这样的话 你要是被围住 不是更危险了吗 黑黄惊言道文 横渡虚空对他来说 算不了什么 我只需露一个面 而后立刻横行到 数千里外 听你这样说 可行性很高啊 也许 真的能成功 黑黄 你能确保 横渡虚空时的 绝对安全吗 叶凡问道 这个环节最重要 如果不能逃走 必死无疑 你想得太容易了 黑黄毫不留情地打击道 身为荒谷世家 一定有秘宝可定虚空 到时候 不见得能逃走 还有这样的器物 诸圣地传承九远 肯定会祭练这种秘宝的 大黑狗 眯封着眼睛 想了想 还好 本黄也不是吃素的 有办法解决 就在当日 他们便动身离开浩州 为十万金元而去 第四百二十九集 一场秋风吹来 凌乱了黄叶 萧瑟了山川 北域是苦寒之地 四季更迭 秋冬很长 一年有半数时间 了无升级 一片枯冷 乱云州 山脉无尽 连绵不绝 几乎没有一处平地 高峰插天 即可乱云 他也因此而得名 叶凡开口 我觉得此处不错 土飞点头 这里丛山巨岭 到处都是山地 确实是一个 避难的好地方 乱云州 距离北域盛城 有十一二天的路程 同火云州 相隔一片绿洲 与两片红褐色的 荒漠 他们选了多半个月 终于确定在此州动手 等着被发现 黑黄引在一片山巒间 负责刻印道文 叶凡与土飞则四处走动 详细了解该州的情况 山沿城 虽然地处崇山峻岭间 但却是落云州的中心城池 到处是山 根本无平地可建成 这座城池并不宏伟 山沿铺路 古街两旁一株株大树 一块光秃 黄叶纷飞 再诉说着秋的凉意 叶凡走在并不宽阔的石阶上 绕城而行 很快就了解到不少消息 诸圣帝的大人物 被那张古卷深深的吸引住了 如今将所有精力都放在紫山上 各大势力不断推演 以一计将来顺利打开 叶凡登临一座酒楼 要了一壶老酒 与几爹小菜 自针自饮 听一些修士的交谈 圣城又切出好东西来了 好像是一种少见的吸针 被中州的皇族买走了 很多人都在寻那个叶凡 有什么线索了吗 要知道 他可价值十万金元呢 十万金元太少了 也不想想他身上有什么 那可是万物母气 无家之宝 古之大地 都要动心的圣物啊 大人物在研究紫山 看来不久的将来 将会有大热闹了 诸圣帝来了不少天才 不仅仅局限于 遥光与鸡甲 北域再大 恐怕也没有他藏身之地了 万物母气终将要落在圣帝手中 其实很多老辈人物也在暗中寻找那个夜性少年 只不过没有险山漏水罢了 毕竟万物母气太珍贵了 说起来 荒谷生体昔日称霸天下 所向披靡 如今却只能止步于道宫秘境 不然的话 若是成长起来 与那些圣子与圣女争锋 东荒的将来 肯定无比的热闹 叶帆心中一动 他听到了很多赫赫有名的人物 有年轻一代的 有老一辈的 都来到了北域 皆置在他的顶 哒哒哒的 这时候非常有韵律的脚步声传来 像是在楼上众人的心中响起 让人的心跳都随之而脉动 很多人心中都是一紧 有窒息的感觉 像是被人掐住了脖子 控制了呼吸 楼梯口 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走了上来 一身白衣 鲜尘不染 发肆无量 皮肤如血 毛子如黑宝石 唇红齿白 非常俊秀 称得上是翩翩美少年 什么荒谷圣体 什么铜街无敌 在我看来 就是一个土狗 哪天被我遇上 抓回去当奴仆 这个少年 如玉树掀趴俊美的几乎妖腻 可是 说话却非常的不客气 让很多人都皱眉 在她的身后 跟着两个老人 身穿灰衣老迈不堪 弯腰驼背 像是两个忠实的老仆人 其中一人上前 为少年选了一个桌位 仔细的用袖子擦了又擦 才让她坐下 而后两个老人垂立在她的身后 这是谁家的孩子怎么教育的 小小年纪就口出狂言 没有一点遮拦 就不怕走上其路吗 楼上的人 尽管猜出这个少年身份不一般 但还是有人忍不住开口相机 怎么 我说的不对吗 这个少年 携了对面一眼 不冷不热的问道 孩子 说话要谦虚一些 许多天才 都是少年时腰折的 哼 少年冷哼了一声 如一口筋中摇动 让很多人气血翻涌 她开口道 荒谷圣体被神化了 不要说现在 即便是十几万年前 也不见得绝对无敌 难来北往的修士 自然不乏高手 其中一人反驳 昔年 荒谷圣体所向披靡 这是不争的事实 纵然是现在 那个废体 也都展现出了不凡的战力 同阶很少有人 可以压制她 白衣少年冷笑 哼 管她是废体还是圣体 都是用来镇压的 小兄弟 你越说越大了 你才多大呀 凭什么可打败荒谷圣体 纵然是废体 她也几乎快 同阶无敌了 井底之外 怎知天空广阔 同阶 我也一样杀她 你到底什么来头啊 真有自信打败 同阶的荒谷圣体 家居山野 一介草民 并无大来历 难道镇压一个荒谷圣体 还要讲出身吗 她真的算不了什么 白衣少年 神色冷酷 东荒无边无垠 深山大川多奇人 并不是所有高手都在圣地 众人揭露出异色 觉得这个少年 或许真的出自这样的传承 有人忍不住探出神念 想要一世白衣少年 修为如何 可是还没有接近 就如早雷击 那两名身穿灰衣的老仆人 其中之一双目闪烁 有害人的光芒射出 将七八道神念都给逼了回去 这是谁再大言不惭 不怕风大闪了舌头吗 土匪走上楼来 自顾找了一张桌子坐下 看了不远处的叶凡一眼 他们同进这座城池了解情况 不过并没有走在一起 此刻才来到这座酒楼 扫了一眼那个少年 请问大明 下酒哟 土匪身为大寇的子弟 碰到圣地的人都不处 自然不会对一个少年客气 我听说过盖酒忧 从没听说过下酒忧啊 八千年前 盖酒忧打遍中州无敌手 很多人都以为他可以成为大帝 但最终他远走东荒 消失在了这片大地上 从今以后 你会记住这个名字的 白衣少年 下酒忧冷笑连连 我看你目空天下 要不然我陪你走两招 土匪斜着眼睛看他 我对你没兴趣 这次出山 主要是为了荒谷圣体而来 下酒忧 扫都没有扫土匪一眼 这土大嘴巴的 想一巴掌扇死这个少年 但却不能如愿 荒谷圣体得罪过你吗 没有得罪我 一样想抓他 我在一本古籍中看到 圣体的血液可以炼药 我专为他而来 要炼一炉神药 英雄出少年啊 叶凡开口 他自古倒了一杯酒 喝了下去 其实 他很想削这个少年一顿 头一次见到这么嚣张的人 年岁不大 却张口闭口 要炼他这副圣体 你不是为圣体而来吗 技嘉与遥光都在悬赏 如果有线索 你出什么价格 土匪黑黑的问道 他们出什么价格 我出什么价格 白衣少年下酒忧 看了他一眼答道 在这一刻 楼上所有人都动容 这个少年到底什么来头 两大圣地的最高悬赏 十万金元 他一届少年 怎么可能拿得出呢 所有人都望向他 全都露出金色 这不像是某一圣地 出来的人 到底师成何人呢 十万金元 可不是小数目啊 叶凡漫不经心的开口 土匪也质疑 你拿得出吗 十万金元 虽然不少 但我不至于拮据的 无法付出 白衣少年下酒忧 神色冷淡 这个少年 究竟有什么背景啊 难道是某个老圣主 晚年走进大荒中 而在外收的弟子吗 有些人 做出这样的猜想 一声娇笑传来 楼梯口相风浮动 一个碧月羞花的少女 走了上来 声音如大猪小猪落玉盘 清脆动听 这位白衣小弟弟 好气魄 这是一个身材高挑 极其性感的女子 她一身绿裙 头上硬臂霞 脚下生物色玉光 风情万种 眼波如水 绣发飞扬 鸡碧月 第四百三十集 叶凡心中一动 这是姬家年轻一代 三大高手之一 仅次于姬浩月 这个女子虽然妖娆动人 但绝对是个狠角色 连同族的妹妹都想杀掉 白衣少年下酒又问道 你是谁 奴家 姬碧月 姬碧月笑得很动人 让楼上不少人 一阵神情恍惚 这样说来 你是要与我争荒谷胜体 何来争与不争之说 他杀了我姬家的太上长老 我只是要杀死他 可是我却不一定杀他 要拿他的血来炼神药 我要收他为奴仆 屠妃暗中传音对叶凡道 看见没 这小子气得我都快气窍生烟了 到底什么来头 怎么收拾他一顿 叶凡不动声嘶 一暗中传音 别乱来 到时候大事办成后 再慢慢拿他开刀 他多半真的有很大背景 楼梯口 再次传来声响 一个年轻的男子登楼而上 身穿一身蓝衣 气质不凡 英气内敛 毛子中偶尔有神光电转 几避月轻笑 姚光的李任香 你也来了 这是一个四级密境的年轻强者 是姚光这一代的顶尖高手 在姚光圣子被叶凡收走后 他很有可能会被立为新的圣子 看来大家都得到了同一种的消息 有人向我们同时出售啊 土飞容貌早已变样 虽然不如叶凡那般气韵都变了 但也不担心被人认出 因为与眼前几人并没有真正的接触过 他对叶凡传疑 妈的 那个王八蛋在向他们提供消息 难道与我们一般像坑他们 碰巧赶在一起了 叶凡心中也犯嘀咕 姚光与姬家的人都来到了这座山城 显然情况不一般 无论谁来了 光谷圣体 我都要定了 他是我未来的奴仆 这次不管别的 一定要先将这个白衣小子打些把款 他不是十万金元吗 抢他 叶凡也想狠狠拍他一顿 这个下九幽太嚣张了 不过似乎真有大来头 敢与圣地的人相争 真是好大的气魄啊 要收荒谷圣体当奴隶 真是让我开了眼界 楼上一个老人醉醺醺醺的开口 姬比喻发出银灵般的笑声 收荒谷圣体做奴仆 真是个好主意 细细想来 奴家也心动了 另一个中年人喝了一杯酒 黄谷圣体真的没落如此了吗 遥想昔日无上风姿 世事变迁 一切难料啊 下九幽年岁不大 但却相当的冷漠 没有一点少年的纯真 黄谷圣体又如何 物竟天择 早已不适应这个世界 只能沦为奴仆 自古以来 没有人敢受荒谷圣体做仆人 这是古来从未有知识 无敌的体质 果然被历史的尘埃埋葬了 酒楼上 很多人对下九幽皱眉 但却也不得不这样叹息 这是不争的事实 所谓的圣体如今已废 成不了气候了 夏小弟 我也想受这个圣体为奴仆 你看 如何 吉比玉笑容甜美 如一朵绿牡丹土霞 夏九幽不过十三四岁 唇红齿白 眸子如黑宝石一般闪亮 美丽的让女子都要嫉妒 但说话却相当的强势 我早就说过了 没有人可与我争 这个圣体 我收定了 我要用她的血链神药 今后 她将是我最忠实的奴仆 小兄弟 你太霸道了 姐姐我啊 也想受她为奴隶 不知道这样如何 为避免我们间发生冲突 我们谁先请住她 谁做她的主人 如何 吉比玉笑颜如花 因为你们鸡家仙人的一些缘故 我也不想与你撕破脸皮 那就 谁先请住她 谁做她的主人 夏九幽冷漠大道 两人旁若无人 简单的话语 像是在决定一件货物的瞿鱼舍 并没有太过在意 那如果是我先亲住她呢 遥光圣地的决顶青年强者李锐 开口 他英气内敛 眸子中偶有点光流转 叶凡身上有万物母气 他不可能不出手 不然 何以对得起遥光某些太上长老的期待呢 这是他成为圣子的一个机会 李锐修颜想说荒谷圣体为奴仆吗 吉比玉浅笑燕然 他掳走我遥光的圣子与圣女 我自然要出手 将他带回遥光 任长辈发落 李锐没有选择 他只能出手 于公于私 他都要勤杀叶凡 我听闻过遥光圣子 但你是谁 如何与我争 不得不说 下九幽年岁不大 但却相当的强势 这位是遥光四大年轻高手之一 在三年前就已经步入四级秘境 唯遥光的不是天才 通代中少有敌手 图飞慢慢到来 他可不是好心介绍 恨不得双方立刻来个流星撞毁星 擦出毁灭性的火花 大战一场 叶凡在一旁笑了笑 并没有说什么 下九幽冷哼 哼 我只想知道 他比不比遥光圣子强 楼上不少人坐壁上官 这个俊美的如同妖孽的白衣少年 什么都不放在眼中 傲气冲天 都很期待他与人一战 李锐来自遥光圣地 镇定而从容 并没有回应什么 只是平静地笑了笑 你如果不如遥光圣子 那就不要与我争 趁早离去 下九幽把玩酒杯 默然开口 这位小兄弟 你不觉得太霸道了吗 你到底师成何人 李锐神色有些冷了 你一人也有三分土性 更何况是一个天才人物 屡被人轻视 他再不理会的话 就不是有气度了 而是软弱 弱了遥光的威名 圣子便彻底与他无缘了 问这些做什么 你不就是想试试我吗 尽管戳手 白衣少年下酒 又非常的直接 李锐摇了摇头 你太狂妄了 何必那么虚伪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既然你拉不下脸 需要一个借口才能出手 那就让我来打你吧 白衣少年下酒 又说完就动手了 果然够直接 没有任何多余的话语 他抬手向前压去 纤细修长的手指 如羊之鱼雕成 比女子的袖手 还要美丽无瑕 在这一刻 很多人都心惊肉跳 又窒息的感觉 强大的压力 让人喘不过气来 下酒又欲指一服 扯出一面铁杯 上面纹落闪烁 充满了道的气息 强大无比 一下子就落了下去 要将李锐镇压 众人莫不吃惊 这可不是什么兵器 这是白衣少年 以神力凝结出的道杯 他轻松而自然 完全是随手打出的 哼的一声 李锐一手托天 将道杯抵住 使之不能落下 可是他的神色却一变 此杯让他心惊 压得他双臂发麻 是的一声 道杯上温落闪烁 灿灿生辉 导致气息弥漫 如水波流动 越发的沉重了 咔的一声 李锐脚下的楼板军裂了 如猪网一般蔓延 他即将沉入楼下 承受的压力巨大无比 不然 玄目的圣光冲出 李锐的机体一片神圣 自雄雄圣火在燃烧 一下子将道杯拖起 这是混元圣光术 号称万法不侵 董皇最强大的防御秘法 李锐得到这种传承 难道说真的要取 摇光圣子而代之了吗 不少人心惊 这种秘法 唯一摇光不传之密 年轻一代一般只有一两个人 才能学 皆掌握在上一代人手中 白衣少年下酒忧轻盈 那面道杯上 闻落更多了 像是交织出了道鱼里 王的一声颤抖 如真实的大道神碑显化而出 不要说是场中的李锐 就是旁边的人都感觉到莫大的压力 周围不少人都险些坐在地上 咔的一声 地板再次军力 李锐皱起了眉头 他感觉很不妙 这个白衣少年的确有狂傍的资本 呛的一声 突然神光刺眼 所有人都闭上了双目 没有办法正视 一道圣剑劈来将道杯打向了一旁 楼梯口出现一个黄衣男子 很年轻 英姿勃发 胆儿却很镇定 圣剑一闪 没入他的体内 方才是他在解围 什么人 敢对我动手 大言 像一飞 黄衣男子自报姓名 在场的人都一惊 方才圣剑璀璨 如上苍神剑横空 有人已经猜测到 现在果然被证实了 第四百三十一集 大言圣剑极其拟贴 达到极致境界 可斩断一切 演化诸天小世界 原来是大言圣帝的人 你想与我动手不成 夏九幽问道 他年岁不大 却气势逼人 大言圣帝 并没有出现过大地 也没有积到武器 但却在东荒赫赫有名 为最强大的势力之一 大言二字 代表了天地演化的过程 敢取这样的名字 自然不凡 他们施法自然 有种种莫测之神术 事实上 大言圣帝 比很多圣帝都要古老 是东荒最久远的 传承中的几种 深不可测 相依妃 来自这个圣帝 自然代表了强大与神秘 没有人敢小觑 我只是想做个合适了而已 不想两位生死决斗 打他 还需要拼生拼死吗 夏九幽冷笑 毫不留情面 你 李锐声怒 黑发乱舞 大言圣帝的相依妃 微微一笑 这位小兄弟 看你年龄不过十三四岁 但却是天宗之子 未来的成就不可限量 只是脾气 未免大了一些 白衣少年的性情 在场所有人都领教过了 让人有些受不了 正是由于他的强势 而忽略了的年龄 直到此刻才惊醒 在这个年龄段 就已经可与各大圣地的 传人争锋 这未免有些骇人听闻 实在是天才中的 一株奇葩 又是出众 不代表长大后也是奇才 古之栗子还少吗 董荒的过去 曾有八九岁 就步入四季秘境的爵士天才 结果怎么样呢 到头来 还不是泯然正人意 有些人 看不过夏九幽的狂妄 出言反驳 总比你们一出声 就泯然众人意 强得多吧 白衣少年夏九幽 嚣张不改 冷笑着扫尸所有人 很多人都无言了 这个少年无所顾忌 一副该与天下人为敌的样子 此刻 连一野凡都想对他 伸出个指头了 当然是大拇指 还是另一根指头 那就不好说了 古之绝代天才 大多都成长了起来 发生意外的 毕竟是少数 白衣少年身后一个老仆人 波澜不惊地说道 众人漠然 夏九幽才多大年纪 不过十三四岁而已 但却已能力压四级强者 让他成长起来 这简直是个妖孽 无量天尊 月儿动听的道号响起 如仙月阵阵 递当人的心灵 一个少女倒是不知何时 早已出现在楼梯口 她身材修长 气质出尘 给人一种极其特别的感觉 明明站在那里 没有雾气缭绕 没有鲜光遮体 但就是看不清她的长相 她是月宫中的一道利影 又如绝崖上的一株鲜蓝 好像与道合一 让人看不出深浅 看不清真言 有人惊呼 道一圣地的传人 叶凡心中也一跳 这个少女倒是强大于出尘 她是深有体会 在大破历城古墓时 她以娇柔的天籁之一 口诵无量天尊四个字 足足净化了数千阴人阴吗 道一圣地的妹妹也来了 这边请 吉比月娇笑 一扭柔软的腰肢走了过去 将少女倒是拉到一边 叶凡与土飞对视了一眼 这里绝对有问题 多半真的有人与他们 想坑两大圣地 引动来这些强人来作证 造势用 来这么多人有什么用 你们还是趁早离去吧 你们没有任何机会 下角又扫视所有人 即便举世皆敌 她也不在乎 你就不怕自己一个人被荒谷圣体拍死吗 土飞神色不善 他没什么顾忌 身为大寇子孙 碰上年轻一代无敌的摇光圣子 都照样的叫板 荒谷圣体算什么 不过是我将要建养的奴隶而已 他若敢对我不公 我翻手 派他成灰 土飞是想抽他一巴掌 下角又说别的无所谓 可是总是说什么奴仆 让他都觉得手心痒痒了 就更不要说叶凡了 他开始轻轻地敲打着桌面 很想拍这个白衣少年一顿 从你们两个这里开始 速速离去 下角又对离他最近的叶凡 与土飞开口 他想清场赶走所有修士 就凭你们两个 想让我们两人离去 土飞斜着眼睛看下角又 神色相当的不善 下角又冷酷地说道 难道让我一根手指头点飞你 土飞气得差点吐血 被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 如此轻视 让他有杀人的冲动 阳耀光那个所谓的高手 都不过如此 你比得过他吗 白衣少年冷笑 依然狂妄无辜 众人彻底无言了 下角又真是不可一世 根本不怕得罪人 连同摇光的将李锐都被贬斥了 土飞憋了一口气 好半天才说道 毛都没长齐呢 笑张什么呀 扑的一声 周围的人全笑了 没有想到土飞在大庭广众之下 说出这样的话 下角又脸色一僵 而后顿时冰冷 土飞确实很郁闷 感觉真的可能打不过这个少年 多一方才不过十三四岁的样子 却厉害的邪乎 让他憋气 那就让我试试 你有多厉害 我跟一个孩子一般见识干嘛 我不欺负你 土飞厚颜无耻的说道 他还真怕被修了一顿 那我欺负你好了 下角又站起身来 土飞摆手 算了 既然你非要比试 咱们就文斗一场吧 不然看你细皮嫩肉 比小姑娘还美丽 伤着的话实在不好 旁边有人起哄唯恐不乱 怎么文斗啊 自然是神石大战 土飞漫不经心的答道 周围的人全都凌然 以为土飞急眼了 这算什么文斗 最是凶险不过了 看来真的要生死决战 好 你既然想精神朽灭 那我成全你 下角又平静的坐在那 我出手的话 有点欺负你 让我兄弟出场吧 土飞一拍叶凡的肩膀 将他推上前来 太无耻了 让自己的兄弟去送死 有人小声嘀咕 下角又呢嘲讽 干脆你们两个一起上吧 毛都没长齐的小子 你别嘴呀 一个人 你都不是对手 何况两人 土飞大言不惭 下角又杀鸡毕露 毛子中射出两道 神光非常刺眼 让人不敢正视 吃了一肿 在他眉心冲出一道光芒 比彩虹还要训美 向土飞洞穿而来 这个层次的神念 有些害人 呛了一声 叶凡的额头 一道紫芒射出 如神剑出巧 蒸蒸作响 堪比紫色天剑 他在有一眼 是金色的神念 原天书中 记载的改天换地大法 让他的气质神域 可发生改变 两人以神念对决 周围的桌椅无声烟灭 成为积粉 化成肺灰 这是强大的碰撞 动辄就有生命之忧 很有可能会神识熟灭 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紫芒队采芒 空中一片熏烂 神识如人 比真正的拨杀还要危险 两人额骨放光 一片静影 周围的人却心惊肉跳 这样的强大神念 如果扫向他们 很多人都要立刻毙命 蒸蒸蒸的 叶帆的神念 化成一尊三寸高的紫色小人 吃一口绽毛 如一尊紫色的绽身 一步步地向前逼杀 下酒游的神念 化成一尊七彩的小人 吃一口身中 非常的飘逸 摇动彩中 有一道道彩色的皮链 如涟漪震出 神石化形 成为人体 在虚空中争斗 甚是激烈 很多人都忍不住颤抖 这是最本源的战斗 呛了一声 紫色的小人越战越勇 如一尊神灵 手持战毛刺空后 横扫了出去 奇才小人非常清零 持神中而出尘 躲避不及背负彩中 挡住战毛 一声神念之音传出 很多人感觉神石刺痛 被这样的对决 波及到了 两尊小人分开 紫盲鱼采盲飞射 再次大战了起来 第四百三十二集 不要打了 这时 夏九游身后一个灰衣老人 突然开口 眉心射出一道灰蒙蒙的光束 扫向夜翻的神念 这种气息一出 楼上很多人都变色 感觉像是末日来临了 这股神念太强大了 如远似海 刷的一声 光芒一闪 紫色的小人 冲入夜凡的峨谷内 那里晶莹如玉 闪闪放光 夜凡沉声问道 你 这是什么意思 刚才 他有一种 被凶兽定住的感觉 这个老人非常的危险 神念很吓人 多半不比他弱 我家少主正在修一门神宫 不能妄动神念 所以 我止住了这场战斗 我神宫未成 的确有爱 夏九游开口 黑宝石般的大眼 眨洞盯着夜凡 你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神念竟如此强大 你到底用了几层力量 如果是六成以上的话 你不是我的对手 夜凡笑了笑 没有解释什么 不过心头却是一跳 这个少年还真是妖孽 这么小的年龄 其神念如果全斩的话 多半堪比妖西了 很难想象是谁 调教出来的 难道 真是上一代的老圣主 侵传的不成吗 经此一战 白衣少年下酒 又神色缓和了一些 没有再扬言 撵走众人 很多人都望向夜凡 他竟与下酒 又战成平手 让这个不可一世的白衣少年 改变了念头 让楼上众人 都很吃惊 道一圣地的少女道士 大言圣地的相依妃 鸡家的鸡碧月 都露出异色 不禁打量夜凡 无量天尊 一个老道士出现 走上楼来 他不过五六十岁的样子 身体干巴巴的 但却很有精神 留着一撮山羊糊 两颗眼睛跟金珠子一般闪亮 此人一看就不一般 机体虽然干枯 但精气神十足 是一个很强大的修饰 让人看不出身前 道长 你终于出现了 到底有没有确切的消息 鸡碧月 笑盈盈地问道 楚家人不打狂语 贫道很快就会确定他的位置 老道很认真地说道 一叶凡语 土匪心头顿时一跳 相互望了一眼 这就是要坑人的那种吗 牛鼻子真是个人才 也想坑圣地 比正主还向正主呢 想到我们前头去了 土匪咬牙 这个老道很木讷 话语并不多 别人问一句 他才答一句 一副很朴实的样子 与奸诈狡猾相去甚远 叶凡也点头 暗中传音 如果被他抢先蒙骗了圣地 我们就没办法做了 机会只有这一次 土匪气不过 你看这牛鼻子 一脸忠厚的样子 妈的 我真想抽他两巴掌 无量天尊 贫道真不知他现在何方 时间还未到 你们现在送我圆 贫道也不会收下 老道一脸的诚挚 我真想抽他呀 这是个大奸哪 你看他多真诚 有人想给他圆打他消息 他都言辞拒绝了 这是准备大坑一场的 这么点圆 他怎么会看得上眼 叶凡也不得不佩服 这老道还真是个人才 明明是来坑人的 还一副老实八交的样子 给圆都不要 非常的有操守 半个时辰后 楼上众人才散尽 只有叶凡未动 图飞说道 赶紧追 看看那牛鼻子 到底怎么捣毁 追也没用 他既然赶来 肯定有后手 叶凡摇头 转身走到老道 坐的那把椅子前 袖袍一卷 将只收了起来 图飞不解了 你弄把椅子做什么 凭他能查出那个牛鼻子 我们不行 那只狗肯定行 图飞鸡掌 嘿嘿的笑了起来 狗鼻子最灵了 那死狗肯定能够胜任 他们在城中 转了很长时间 了解到很多消息 姬家来了三位 太上长老 姚光亦有不适高手驾临 此外 万出圣地亦有名宿出现 这还仅仅是听说的 其他各大势力 以及散修 也不知道来了多少人 道一圣地的少女 道士出现了 大炎圣地的相依妃也在此 另外 子府圣地的传人 也显化了身影 只是不知道 这些圣地的太上长老 是否也来了 万物母气动人心 来了一群老不死的 这下可麻烦了 叶凡也皱眉 他想趁各大圣主 被古卷吸引之际动手 不想还是引来了这么多人 想坑圣地的那个老道 所做的这一切 与他谋划的一样 已让他头疼无比 土飞问道 我们是不是 要抢在这个牛鼻子前动手啊 叶凡琢磨了一会儿 我们不能动手了 我怀疑可能是 个别圣主都会来 风险很大 难道 眼睁睁看着那个奸诈的 牛鼻子行骗 土飞很不愤 叶凡摸了摸下巴 正是因为他来了 才妙不可言 这一切都让他去做吧 到时候 我们想办法拿圆 只要盯住他就行了 土飞恍然 耳吼大笑 连连点头 让他去卖力表演 我们拿圆 不过 必须得把握他的一切动态 我们才能准确出击 现在只能仰仗那只狗的鼻子了 这次 还要想个稳妥的办法 将那个下酒油抢一顿 土飞念念不忘 一个时辰之后 叶凡与土飞回到重山峻岭中 秋风袭袭 黄叶飞舞 山中一片萧瑟 这是一座山谷 草木枯萎 落叶满地 大黑狗 累得趴在地上喘粗气 已经将稳纹刻印完毕了 足以横堵虚空了 不叫人刻了几个稳纹吗 你至于吗 土飞挖苦 你懂个毛啊 大黑狗看都没有看他一眼 这两个家伙向来不对眼 自从第一次发生人狗大战 到现在也是见面就掐 叶凡有些惊讶 你到底刻下什么样的稳纹啊 大黑狗傲然 笨黄 刻下了一组连环道文 不怕被人定住虚空 也不怕有狠人追进虚空 可以横渡多少里啊 我刚才试了下 横渡了六万里 这死狗肯定胡说呢 这么一会儿功夫 它是从六万里外飞回来的 土飞张大嘴巴不相信 叶凡顿是满脑子黑些 我给你留下一大堆圆 都让你挥霍了 懂不懂什么叫连环道文 半途有十几次中转 我当然要不断的横渡虚空去布置 大黑狗理直气壮的答道 叶凡与土飞都想捶他 这死狗将一堆圆都给挥霍光了 恐怕有一半都进了他的肚子里 你这死狗真考不住 土飞诅咒 大黑狗那弯弯的一声扑咬 打住打住 叶凡拦住他 中途有没有布下一些禁止 这次可能会遇到一些极其厉害的人物 放心吧 即便是被狠人追杀 本王也会让他吃个大亏的 跟你在一起 本王倒了多次血霉 这次我可是下足了血本 刻印到文 天王老子来了都逮不住我 这死狗说的这么厉害 能不能将下足游引来 困住他 活剥了他 差不多可以吧 叶凡点了点头 而后对大黑狗说道 现在帮我去寻个人 他一盏抛袖 一把木椅出现在山谷中 大黑狗不解了 你什么意思 要借住你的狗鼻子 去找一个人 大黑狗听完 嗷嗷的一声扑了上去 扔狗大战爆发 卧槽 死狗 我说的是实话 土匪惨叫 停停停停停 我们自己不坑上地了 需要去找个人 叶凡急忙喊停 你说什么 大黑狗更急眼了 你让本王邪心苦苦刻印 这么多道文 到头来却没什么事了 这些道文自然有用 是我们撤走时的生命之路 叶凡赶紧解释 不然这死狗要造反了 大黑狗 神色渐渐缓和 又是一个牛鼻子 这帮杂毛果然没好东西 当然 你也够缺德的 坐享其成 不过 本王喜欢 你别笑得那么下贱好不好 大黑狗 一阵干笑 图尾巴竖了起来 绣了绣那张椅子皱眉 无比纯净的神力气息 黑黄化成一只猫 随夜凡还有土匪 重新来到山岩城 而后 从那座酒楼 开始追寻 跌破了起来 大黑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